從白天開始或是這幾天都有陸續的有很多的討論的活動 有感動嗎 十年前我們就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發的口號 大家還記得嗎 大家還記得那些口號嗎 我們要不要重溫一下 我們重溫一下當時的口號好不好 退回國貿 捍衛民主 來 我們手條的冠冠 軍道母隊的紅鞍 大聲發出 十年前在這裡 人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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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政府要十個月的福茂撞下來 大聲發出 當時 當時 人家成功 我們要請現場的朋友 大家我們一起來溫習一下這個口號 今天晚上大概會蠻多激動的時刻 那我們現在先來暖場一下 退回福茂 捍衛民主 大家都喊一遍 退回福茂 捍衛民主 退回福茂 退回福茂 捍衛民主 捍衛民主 退回福茂 退回福茂 捍衛民主 捍衛民主 也不能講緬懷 我們紀念當時 我們議題改變了 這樣的歷史 但是歷史還是在走 歷史還是在往前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要來政黨委員提了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這裡 重新來檢視 我們到底未來我們要怎麼走下去 補充介紹一下 我是北教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的學生 詹思敏 當年我也還是學生 十年來都是學生 其實我們當時也有很多討論說 太陽花到底是不是學運 還是說它是一個怎麼樣的運動 那今天友聯跟我在這裡搭檔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義 就是說 當時不只是學生參與跟發起 那NGO還有整個公民社會 整個群眾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今天是這樣的組合 那友聯剛剛說沒有錯 我們在歷史上做下了重要的阻擋跟推動 但是其實這些議題 福茂禍茂 或者是中國對台灣的影響 到現在仍然持續在發生 不同的公民團體還有很多的個人 都仍然持續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位呢 就是要邀請到 經濟民主聯合的夥伴 許貫澤 經濟民主聯合是今天暗會的八起 那當然今天的晚會 不只是經濟民主聯合 還包括36個公民團體 這32個都經濟民主聯合 都是過去我們反服貿運動 主要的這樣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先來邀請 我們經濟民主聯合的 副秘書長許貫澤 來跟我們先讀今天晚上的第一個宣言 當然這個宣言也是我們今天 按摩的三個主要的訴求 反對重啟福茂貨貌 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還有我們的好選人 在那裡說要重啟福茂 要重啟貨貨 我們絕對話到這裡 對嗎 對 當然我們當然要反對 我們要拒絕中國的政經的威脅 然後這幾年包括經濟民聯 包括很多的團體 我們也提出政黨公民 政綱對話的這樣的一個訴求 那第一個我們就邀請 許貫澤秘書長來跟大家 好好的說明我們第一個宣言 邀請貫澤 好謝謝主持人喔 各位舞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今明年的副秘書長貫澤 那很榮幸 在318十年的晚會 來宣讀這一份 十年來非常重要的聲明 這份聲明包含兩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 我們要再一次的重新的強調 為什麼在十年後的今天 仍然要反對服貌破貌的理由 第二部分 我們要向國際 共同來呼籲訴求 我們應該共同的來抵抗 中國的政經脅迫 受到中國威脅的已經不只是台灣 而是全世界 反對重啟服貌破貌 堅守太陽花運動的成果 太陽花運動十周年 許多人在共同的回顧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太陽花運動 今天的台灣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台灣 我們可以預想到 如果不是當年全國與海外台灣人共同的努力 不僅國民黨與中國密室協商的服貌協議已經通過 接下來的護報協議 也將以黑箱的方式 來簽署施行 在最關鍵的半導體產業 國民黨甚至曾經開放讓中資入骨 更進一步的來說 當時的國民黨還曾經提出 要來完成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以及兩岸和平協議的政治性談判 將台灣永久性的鎖進一個中國的牢籠 以上 因為有太陽花 擋下來了 如果沒有太陽花運動 十年後的今天 台灣與中國已經完成經濟一體化 失去對國內關鍵產業的掌控 我們飽受中國廉價產品傾銷的衝擊 勞動條件也會大幅下降 更進一步受限於中國的威脅 喪失政治與經濟的自主 還好 正因為有現場各位夥伴 還有今天沒有辦法來到的夥伴 當年因為太陽花運動 對於主權民主的支持 堅持台灣得以警惕這個世界 我們不能夠再忽略中國經貿擴張背後的極權野心 我們應該積極的反制中國的政經脅迫 在後來的這十年 大家看到了 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 也紛紛的聚焦在中國的政經脅迫 軍事擴張 以及對新興科技產業的技術的切到 還有違法補貼 進而對世界的政經結構 展開了重新的供應鏈的重組 台灣在這個背景底下 也再一次的走向世界 與世界的民主同盟夥伴 站在一起 共同抵禦中國的威脅 這才是台灣該走的路 但是 我們很遺憾的 在過去一年當中 國民黨與民眾黨 不約二同的提出了重啟 兩岸服貌 破貌談判的主張 這完全與台灣現在的利益背道而馳 為什麼 我們要提兩點 首先 中國主席習近平 已經定調了兩岸 談判的政治前提 就是九二共識 而九二共識的下一句叫做一個中國 甚至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所以光是重啟談判 就已經將台灣鎖進 習近平話語中的一個中國的框架 這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 第二 如果與中國重啟談判 我們會非常不利的 走向世界 把台灣 再一次鎖進一個中國的牢籠 我們想請問 當過去十年 世界各個國家 都在檢討中國違背了WTO的承諾 質疑中國不夠資格加入CPTPP 甚至進而來建構印太經濟架構 來抗衡中國貿易措施的同時 甚至美國還在部分的貿易協議 明定說如果締約國與中國簽署貿易協定 美國就可能退出這個協議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 在世界各國都在警惕中國的經濟的這個 非常很壞的紀錄底下 台灣如果與中國重啟經貿談判 完成兩岸經濟一體化 我們要如何爭取民主同盟的信任 更進一步的來說 當兩岸經濟完成整合 如同國民黨2015年時主張的 進一步開放中資對台灣半導體製造 與設計產業的投資 台灣將更難以與民主同盟合作 也可能與中國一起成為 今日被世界各國出口管制的對象 所以這是十年後 我們仍然要強調 不可以重啟服貿破貿談判的理由 因此我們要重申堅決反對重啟服貿破貿 台灣不能再走向兩岸經濟一體化的老路 應該要維持政經自主 深化與民主同盟合作 我們在這邊也要呼籲 賴清的準總統 以及新國會 三個大訴求 第一 台灣政府與新國會 應該要明確地來拒絕 重啟與中國的服貿貨貨貨談判 第二 台灣新國會 應該要共同來做出決議 要求中國政府 應該放棄每一次在與台灣做任何協商談判的時候的前提 這個前提叫做一個中國原則 長期而言 我想我們支持 台灣的國會要訂定非政治性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但是現階段 每一次跟中國討論事情 做任何的協商 中國總是把政治協商 政治的條件 一中原則 當作任何談判的前提 所以我們現在跟中國 做任何的談判 做任何的協商 都是政治協商 那依照現行的法治 我們就應該要受到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五至三條的原則 也就是把所有跟中國的談判 都視為政治談判 受到非常嚴格的監禮規範 第三個我們要先跟新總統 新國會呼籲的是 馬政府時期 為求兩岸經貿整合 不顧台灣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 大幅修正了外人投資審查 對外投資與技術輸出管制 這些修法造成了非常多 有關外資中資的法規漏洞 我們很遺憾的 在蔡政府這八年 並沒有完整的全面的檢討及修正 我們希望 賴清的新政府與新國會 應該善用現在國際 地緣政治變動 以及全球產業列重組的時刻 好好的來徹底檢討這些 馬政府時期留下來的經貿 法規的漏洞 填補各項錯誤 同時我們也要向國際社會呼籲 第一 應該要啟動經濟版北約的建構並納入台灣 我們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協助受到中國經濟脅迫的國家的平台 共同來抗衡中國的二勢力 第二 我們應該要跟台灣一起拒絕中國對各個國家的無理 背革與抵制 並且協助台灣進入區域貿易經貿組織 相對的 台灣政府與新國會應該依據條約締結法 以及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支援條例 來強化國會的監督 讓資訊更透明 落實公眾的參與 同時 我們也要落實 受到衝擊產業以及勞工影響評估以及因應方式 以確保我國在對外貿易談判的時候 可以兼顧我們的勞動條件 兼顧環境有序 兼顧性別平等等人權保障 接下來 我要來說明 我們要來向國際社會呼籲 拒絕中國政經脅迫 強化台灣民主防衛機制 除了談到 反對重啟服貿貨貿以外 過去十多年來 我們看到 台灣受到中國 不斷的政經脅迫 我們也主張 應該在這樣的政經脅迫底下 好好的來盤點 台灣現在的法制漏洞 來生化我們的民主防衛 以及政治經濟安全保障 十年前的太陽花 我們說過了 他敲響了全球 反擊中國政經脅迫的第一劑警鐘 台灣人以佔領立法院 攻佔行政院的方式 佔領這個凱盜大遊行集結的方式 公民審議 乃至於受到霸慮的鎮壓 一再的向國際社會 來說明 證明我們獨立的政治存在 台灣人 不甘於受到強權的擺弄 而為 我們又為了要突破這個困局 並且在國際政治當中 強化台灣能動性的方式 就是繼續鞏固我們的民主體制 這是每一日的民主實踐 為我們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 也確保我們能夠決定 自身命運未來的機會 但是 我們也很難過的 也很生氣的 開放社會中 總是有敵人 更何況 在台灣的處境裡 我們的民主體制 時刻面對來自中國惡意的攻擊 不幸的是 中國 它是一個政經實力最大的威權國家 並且以全國的力量 意圖來併吞侵略台灣 消滅我們的民主 就像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一樣 或是 我們從香港人的命運當中 看到無止境的壓迫 十多年來 中國沒有放棄侵犯台灣國家的主權 中國不斷的擴張軍備 用平凡的軍事演習軍機干擾 來包圍台灣 近期還挑起台海局勢的不安 他們甚至不惜更改M503的路線 犧牲國際飛航安全 利用民航機來模糊我們對解放軍 行動的識別能力 在外交上 中國處處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 收買台灣各地的友邦 不留餘地 中國也煽動操弄跨海峽政商集團 依附於中國市場的利益結構 繞過台灣的中央政府 單方面與親中的地方首長 政黨 民間組織來協商 將雙方的經貿一再的鎖進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的框架裡 譬如 當台灣總統選舉前 中國突然高喊 禁止台灣的農餘產品 再以政治特許的形式 讓利給特定的親中集團 大家應該記憶有心吧 突然 水果就被禁了 魚就被禁了 然後在某一些 國民黨的 政商的這些人物 到中國說一個中國之後 這些 所謂水果上的 魚上面的蟲 這些問題突然就消失了 這就是中國震驚脅 血淋淋的案例 我們要再一次的強調 十多年來 中國不斷的唱好偉大復興 或者是惡意的 來把民主的 利用民主來打擊民主 操縱資訊 在網路上釋放假訊息 我想 在這樣子中國混合的統戰形勢底下 這些年來擾亂我們的各種手段 變得更加的複雜 也變得更加的嚴峻 而中國的目的 就是要台灣人能夠屈服 他們所設下的現實條件 使我們不相信民主 乾燕為眼前的利益 從而 來遵從習近平的集權統治 放棄共同走向未來進步的希望 我想 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 是反對中國對台的以傷逼陣 但是如今 中國 政經脅迫的手段 已經不斷的進化 中國的因素 已經像我剛剛說的 擴張到軍事外交 資訊戰 讓台灣的內部民主更加脆弱 面對民主體制遭受威脅的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需要來防衛民主 來加上我們防衛民主的手段 尤其從根本的維繫 台灣政治經濟的自主性 遏止中國透過掌握台灣政治經濟社會 避免讓我們別無選擇而放棄抵抗 過去十年 中國不斷的經濟他們對台 不斷的經濟他們對台的政經脅迫 統戰分化與認知作戰的技巧 中國對台灣民主的壓迫 是鋪天蓋地的襲來 迫使我們必須要檢討政府改革的不足 因應新的政治經濟脅迫型態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總結 再一次的嚴正的呼籲 全體的國人應該要拒絕中國的政經脅迫 千萬不可以因為中國的威脅 或者是短期的利用 放棄我們對民主人權自由的信念 我們也要呼籲國際社會 能夠給予台灣更大更實質的支持 共同的來捍衛民主同盟的價值 不要受到威權帝國主義擴張來擊垮 最後我們要喊出 向新政府新國會應該要來參考 由台灣公民陣線等團體所提出的 2024年公民政綱 確立公務員對台灣民主共同體的國家忠誠 推進全民自主國防 並強化國安體制 經濟安全與民主防衛法制 是捍衛我們得來不義的民主與自由 2024年3月18日 以上是今天的聲明稿 第一份 也是今明年這十多年來 累積很久 一直希望 不斷地向台灣人說喊的話 我想在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必須要再一次的喊出 拒絕福茂 禍貨的口號 大家跟我喊一次好不好 對 拒絕中起福茂 拒絕! 拒絕政經脅迫 抵抗中國政經脅迫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習慣者 復必署長 更強有力的說說明 各位來對人想說 十年過去了 我們已經散了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就是要告訴他們 我們沒有上街領路對不對 對 我們一直在這裡對不對 對 如果 說在笑聲 要重啟浮帽破帽的話 我們全都會有很多人在這裡 我們慌恐到處 對 對 過去 有很多的夥伴老同學 他大家以為 我們激情過後 我們就不再記起這件事情了 但是很多人回到自己的崗位 到NGO到學術單位 到政治的部門 都持續的關心 我們今天我們關心的議題 現在我來邀請老戰友 魏洋 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都在環保團隊在關心 我們接下來也很重要的公正轉型 公正轉型 真多議題 那現在邀請魏洋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今天 其實我剛剛貫折用一個非常鋼腔有力 然後 非常激昂的方式 我想帶動了大家 像很多的熱情 那其實我蠻欣慰的 因為 以前通常我當我還是學生團體的時候 好像 我以前要負責這個角色 尤其是 10年前這個現場 大家如果印象還深 10年前在這邊 有在這邊的人可以舉個手嗎 謝謝你們 10年前大家如果還記得 我在近南路這個舞台 當時就是要負責吵樂現場 氣氛 那個時候還會說 你等一下就是要講一些義憤天音的東西 八千把它吹下去 大家等一下就會往立法院衝 各位警察不要緊張 我今天不負責這個任務 安心安心 但是我覺得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聊一聊 續一點就 然後也來談一下現在的這些局勢 其實很高興看到今天現在的人非常非常多 坦白講 我印象中 應該是比10年前那個晚上還要多人 有 那很多人會問我說這10年來 我的角色其實從當年是從學生團體 變成現在剛剛 有人有說我現在在環保團體工作 我也算是NGO 當時 有人是NGO 我現在也是NGO 我們現在同輩 我現在10年來很多人問我說 你覺得這個31810年來到底改變了什麼 達成了什麼 其實坦白講 很多東西 我們哪裡都覺得不盡滿意 但一件事情變得必須要說 318就是確實的擋下了服務貿易協議的通過 大家知道對不對 對 反318擋下了服務貿易協議的通過 其實就進一步的阻止 台灣的經濟 不可逆轉的朝向中國鎖進的命運 所以其實那個是個命運的轉捏點 那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現在的經濟 我們的外貿 其實是走向一個更為多元化的一個方向 我們有更多元的這個貿易的盟友 那其實我們的經濟不會再 像以前一樣 是被 被中國捏住命脈 這個其實是 318運動 一個最 最直接的影響 那 剛剛其實有提到 剛剛這個罐子有談到說 中國的威脅 在當時10年前 反媒體壟斷的時候 我們就提出來的中國因素 中國可能會用各種的方式 所謂的已經逼正 反媒體壟斷的時候是擔心他透過 旺中併購一些媒體 去用媒體的方式來 影響我們的民主自由 服務貿易的時候是透過 服務貿易的這個開放 來影響我們的國安 民主等等 但是現在呢 我們其實面臨到的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中國的威脅 當然台面上他剛剛說的這種 透過經貿協定 簽訂 然後去進行這種 明著來的威脅是一種 但是其實確實有很多現在是更多大家發現的 認知作戰 這種台面下的 在台灣有所謂的協力者 去陪同 去達成中共的一個統戰的目標 這其實是大家需要面臨到的新的挑戰 但是我指出這個新的挑戰 我不是要在我們內部製造恐慌 我其實就是要指出來說 團結 台灣社會的團結 在這個時候更是尤其的重要 為什麼 當今天我們其實發現說 你會不會有可能是中共同路人 你會不會是中共同路人 你就中共同路人的吧 這時候其實我們發現說什麼呢 中國根本也不用需要 去動用什麼樣的東西 台灣人自己就打成一片 所以我認為 過去10年來 我們最大的教訓 以及未來我們 所應該要達成目標 是要重新建立台灣社會內部的凝聚力 台灣不同群體 不同階級 甚至是不同 認同不同意識形態 人們之間的團結 我身為環保團體 一個NGO 我其實 一個深刻的感覺是 台灣過去10年來 其實也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面臨到一個 所謂 保守 民粹 右翼四翼的反撲 很多開始進行反建制 那就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雙方都進入一個 民粹的對峙的僵局 那我覺得這個對台灣的民主來說 長期以來是非常不健康的 所以我會認為 第一個 318之後 之後的10年 後318的這個 時期 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重新建立 台灣的 這個社會的內部團結 這個是第一點 其實我覺得也非常呼籲我們今天所謂的這個 未來要去做的 政黨公民的這個 政綱的對話 第二個我想要談的事情是說 在當時 大家反服貿 大家還記得我們除了反對中國因素之外 我們還提出 什麼樣的原因來反對服貿協議嗎 其實有非常多是在講說 中國除了是一個對台灣有敵意的國家之外 中國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經濟體 我們跟這樣的國家進行 所謂的自由貿易 所謂的經貿去管制 其實會讓非常多的產業 底層勞工 青年弱勢群體 在自由貿易的競爭之下 受到更大的壓迫 我們的這個整個老闆 為了跟中國的老闆競爭 可能會選擇 選擇壓低我們的這個勞動成本 於是非常很多在座的這個年輕人 受僱者 假如當時服貿協議通過了 各位可能今天都領得更低的薪水或者是沒有工作 那這個 當時的這個恐懼其實是建立在一種我們覺得這個社會應該要更平等 貧富差距要縮小的一個期許之上 我們當然可以去檢視過去這10年當中 台灣的社會 有沒有在朝向一個更平等的 方向發展 我個人認為說 確實是有這方面的努力 但不得不說確實 每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都還是會覺得 自己相對是這個社會裡面不被聽見 經濟上比較弱勢 比較困惡的一群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必須要理解 現在有些年輕人他們對執政黨有些不滿的聲音 認為說 他們的困境也需要被聽見 我想這個是真實的 318的10年之後 我們必須要重新把我們的焦點 我們不只要看中國對我們台灣民主自由的壓迫 我們要同時也要看到說 在我們台灣這個社會裡面 如何可以建立 建立團結 同時也可以去打造更平等的社會 更平等的經濟 剛剛有人有提到 我現在在環團 做所謂公正轉型的這個 這個倡議 這其實 我覺得跟當時大家反服貌其實是很類似的 就當時大家反服貌 我們反對的不只是中國的因素的進逼 我們同時來反對的是一種 非常榨取式的經濟 這個榨取式的經濟 就是由這個社會最頂層的人 去從這個社會底層的大波數的老百姓 榨取利益之後 然後跟你說 這個東西 利大於幣 所以我們要做 大家還記得利大於幣嗎 這個利是誰的利 是某些權貴的利 這個幣卻是由大家所承擔 所以在當時我們所提出來的社會藍圖 就是要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 更平等的經濟 更平等的分配 好 所以目前我們 例如說環保團體 我們現在 面臨到了一個挑戰 就是說 全世界都在談什麼 面對企業危機 我們需要 非常快速的去把我們的經濟 去做轉型 這個經濟要朝什麼樣的方向轉型呢 是更永續的方向轉型 我們不是在一味的追求 GDP的成長 不是一味的追求 物質消費的成長 而是要去思考到 怎麼樣確保 每一個人 每一個群體 不論你是什麼樣的階級 性別 族群 意識形態 職業 你在這個社會上面 你都可以享有最基本的 社會保障 這樣的一個社會 這樣的一個經濟 是目前世界的趨勢 是世界的潮流 如果當時我們台灣選擇 走向無止境的經貿去管制 跟中國靠攏 很抱歉 我們現在可能會更難達到這個目標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環保團體跟很多NGO 在做的事情 跟當時 參加這個運動的青年都一樣 就是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更平等 更包容 更自由的社會 所以我想這10年來 我們在走的路 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去努力 只是大家可能位置不一樣了 時間的角色也不一樣 但 這樣的出裝 我希望大家都還是放在心上 最後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這個公民政綱的對話 我想大家也都 從過去這幾年的選舉 可以感受得到 整個台灣的公民社會 雖然經過318那樣的激情 但是好像 我們可以理性 好好對話政策 交流不同理念的空間 稍微的變少了 非常不同 陣營當中的支持者 不能夠理解的狀況越來越多 甚至說 之前有很多朋友也做了一些第三勢力的這個實踐 但是卻發現說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道路 所以整個台灣的政治環境生態的提升 其實是有待於大家的努力的 這個其實也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可以回過頭來去強化我們社會的團結 強化台灣面對中國的民主防衛的機制 好最後我想帶大家喊個口號 就是我們今天 後面背板上面的三個這個訴求 我喊一次 然後大家跟著我喊 反對重啟服務貿貿貿 反對重啟服務貿貿貿 拒絕中國政經脅迫 拒絕中國政經脅迫 政黨公民政綱對話 政黨公民政綱對話 好非常感謝今天大家到現場 那也希望大家未來這一年 甚至下個十年都可以持續的跟所有關注台灣民主化的夥伴 NGO朋友站在一起好不好 好 謝謝 非常謝謝魏洋 非常謝謝魏洋 那其實不只NGO跟學生 那我相信今天來現場很多人或當時的參與者 大家可能是 運動過後回去自己的崗位當上班族啊 或是從事自己的生意 做自己原本的職業 那其實這個運動呢 不只我們今天是3月18號 不只318這一天 事實上323324在行政院那裡也發生了很多事 還有330在凱道有一個很大的遊行 那意思是說 其實運動的 蔓延不只在人跟時間上都有 非常多不同的面向 那我們準備了一個回顧影片 那請大家一起 好好來看看不同面向的這個太陽花運動 是 冒刑意朝野困战一整天 做了让文贸出声强势过关 国民党立委一路用人长战术 护送张行中 赞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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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资讯非常混乱 有的说警方是十二点要攻击人 有的说警方是三点或四点 那我們請大家一定要在最冷靜的狀況之下 去面對到警方的攻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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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這是一個大發館 少數指證者所組成的跨海峽政商機関 隨時可以拋棄台灣 為了阻止 這個不公不義的經貿協議 杜绝 威权政党的步笔 请跟我们一起站出来 守护台湾的民主 自由和未来 台北市交通的顺畅 我们部队会建议前进 旺队会因而受发任何的障碍 以及我们暗论的行为 后统执行奥德 一 二 三 前进 前进 开 开始 开始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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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呈滋台 初衛 我們那時候臉書就有在傳說今天可能會流血 然後說什麼如果怕的話就趕快回家好了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身邊有很多人 所以覺得應該不會做那麼過程 我那時候也希望說我們可能就是這樣子坐在那裡 然後應該是不會攻擊吧 如果外面人那麼多的話警察應該不會動我 那時候很天真覺得應該是不會動我 那時候很天真覺得應該是不會動我 就是媒體被趕走的時候 就是前頭那之前一小段時間 我們就有講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自己拍攝 就是一方面又很怕就是 就是拍一拍 然後也不知道最後就是會不會怎樣 導演知道說 外面那些人是一個 來聲音我們 然後我覺得會放棄 我們都會覺得自己好像做得不夠 或者是沒有受到傷 那很多是要用這樣的代價去換嗎 或者是就為什麼會希望自己受傷 很多人都會錯怪那些社會運動 我覺得說是他們決定了一個粗暴的方式 但我覺得是 當然民用這麼粗暴的方式 對你表達意見你才願意看 那個決定權其實是政府決定要這個節目 不是這樣 三個事的發生 我覺得背後的邏輯就是 行政員或者是整個執政團 他把這群人當作敵人 所以我要處理掉 第一個我們在軍事上就是無法贏過國家 他們有警察 他們有軍隊 軍事上無法贏過他 我們必須要在哪裡贏過他 在政治上贏過他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我都會講的是公民公民講 象徵人民必須要去跟政府 去做無時無刻的抗争 因為這個政府無時無刻 可能在不同層次會弄你 會欺探人面的權 那只不過我們示範不如蟲的過程裡面 不會是用暴力的原則 所以我們能夠展現了我們的意志 我們的決心 從而讓更多人去理解到我們的宿權 我們進而支持這件事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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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着下班 这些过程都代表着每一个行动组 为了追逐自己的理想 一起来捍卫我们的民主 无论是各界各年历程 无论是志工还是路过 我们都非常感谢你各位 谢谢 那我相信现场各位观众 看完这个影片是激起很多回忆 那事实上太阳化运动以后 不同的团体仍然持续在各个议题上 关心然后推进 那当年呢 我们说不只学生还有NGO 那其中一个参与很深的NGO 那就是妇女薪资 好那邀请妇女薪资上台以前 一定要先讲一下 其实当年的那个性别环境 跟现在是相当不一样的 我作为当时的参与者 自己印象很深刻一件事说 当时我们在警察前面 要准备被抬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声音说 女生后退女生后退 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 现在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但是我想现在的 大家性别上面的讨论 其实应该会有 很不一样的感想 那19年同婚通过以后 其实让台湾成为亚洲 第一个同时可以结婚的国家 就说当时除了服帽跟货帽 激起的讨论以外 性别跟各种议题 其实都持续在前进当中 那我们接下来就邀请 那个妇女新知的 请玉蓉秘书长为我们致辞 然后回顾一下当年妇女新知的参与 邀请玉蓉 谢谢思命 各位晚安 妇女新知基金会是在1980年代台湾民主化的浪潮的时候诞生的 基金会的第一任董事长李元珍老师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他提到妇女运动跟民主运动的复杂关系 他说民主运动为女人打开公领域说话的权利 妇运必须跟民主运动联合对抗专制 但民主运动常常是性别盲 所以妇运必须同时与民主运动的局限斗争 在政治跟社会民主化的同时 去争取女性的各种人权 这段话我想蛮好的描述了妇女新知基金会 从反服贸的运动到太阳花运动的参与跟角色 今天在场的伙伴应该都知道 在抗争人潮冲进立法院议场之前 赖中常律师跟几个公民团体 其实一直在发声监督当时ECFA 以及后续服贸跟货帽的协议 这些公民团体当中也包括我们妇女新知基金会 那身为争取性别平等的倡议团体 我们的行动可以追溯到2010年ECFA签订 这个第一次协议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要求政府针对ECFA进行性别影响评估 必须要诚实地面对谁会获利谁会受害 并且要求这个性别及人权的条款 应该要纳入服贸贸贸的协议庄中接受民主监督 任何经贸谈判的协议其实都不能够 都应该要从头到尾重视性别平权以及人权的价值 不能够因为政商的利益转弯 这一直都是我们真实的坚持 不单单只是阻挡中国已经猝统的口号 但是我们当然也非常真心的希望 政府的谈判代表 真的去开口要求打压女权运动 迫害人权的中国政府 在经贸协议中纳入性别平等与人权条款 这样的诉求面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 当然是圆木求鱼 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并不是2014年3月18号晚上 冲进立法院议场当时的激情 而是在2013年6月 服贸协议签议之后 跟伙伴们每一场记者会 每一场反服贸晚会 每一次上街发传单 每一场的抗争 伙伴们在心理上跟身体上的那种无力感跟疲惫 还有我们从这样的抗争经验当中 在心里面越来越清楚的 对于性别平等 对于人权跟民主的价值的认识跟坚持 太阳花运动在占领国会期间 妇女性质基金会的伙伴 参与公民团体与学生代表会议的时候 我们坚持单一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的原则 确保女学生是可以参与决策 当我们与其他团体合作 轮值守在这个济南路的舞台的时候 只要是我们值班时间 我们就会再次邀请现场参与者一起讨论 一起思考服贸协议或任何国际贸易条约 与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特别邀请讲者来分享 女性公共参与 还有服贸协议开放后对女性劳工 还有对我们的长期照顾产业造成的影响跟冲击 我们也会在运动现场邀请大家一同思考运动当下与性别议题息息相关的现象 例如当时占领国会运动中仍然有不少再次性别霸权与性别歧视的现象 像是有一些运动参与者会以带有性别歧视的国骂来带动气氛 或者当时也有人用美懒教当成一种侮辱 或者是影射马金的同志关系 或者当时媒体炒作的所谓五虎将 但是却忽略了运动中有非常多女性的领导 以及当场为数众多的女性参与者 那对运动这场认知是男性领导但女性打砸的一个现象 认知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这一层关于社运中的性别平等反思 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希望能够贡献给台湾民主生化运动的养分 妇女性质基金会在占领国会运动结束后 因为人力有限但是我们想投入的议题非常多 所以我们渐渐淡出经济民主联合的活动 不过当时太阳花运动以及今天十周年318晚会喊出的诉求 我们认为对台湾社会来讲仍然非常重要 太阳花运动之后的新世代参政浪潮 其实并没有反应在民进党过去八年的内阁组成 在性别价值上更加保守的民众党却在民进党的支持下壮大 我们期望一个更平等更有向心力的社会 但是相应的改革很少到位 面对过去八年执政者的保守不前 以及我们现在当下的政党政治局势 还有对着台湾一直抱有侵略意图的威权国家 我其实更常回强起2013年参与反服贸运动 当时的无力感跟疲惫 但是也深深确信 我们要争取社会经济跟社会上的性别平等于民主深化的行动 是不能够在这里停歇的 所以今天在这里特别感谢至今一路上打拼的伙伴们 让我们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妇女新知的秘书长秦玉荣 那接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会有音乐表演 那要不要一间上来 那个setting 那接下来表演的团体呢 他们一边准备一边介绍 是考秋情 那不晓得现场各位对他们熟不熟悉 那我想大家现在听到那种年轻人唱台语的乐团 不陌生嘛 觉得想到的很多 可是呢 考秋情其实应该是 这个路线上面很早就开始运作了 他们事实上2003年就开始有活动 那他们现在的团员其实已经是第三代了 那非常有意思的是说 他们的第三代团员里面新的课语主唱 应该就是10年前在太阳花运动认识的 准复调然人民旗 你知道吗 推翻腐败台湾人造反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要重启福贸贸贸 我们会不会造反 绝对会 我们要不要造反 绝对会 我们是要大声化让里面人听 虽然 现在各位生态不一样 但是 我们在这里 你说对吗 对 如果再来一次 我们会来吗 对 这就是我们要大声化出 让里面人知道 我们 持续在这里 我们一直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就欢迎考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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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团是 两千克风三年生立的 那时候第一条歌 这条歌可能很多人没听过 这条歌叫启丹 因为那时候就是国会都没过 很多咕嚕笔刺 牛头里面都在国会里面 我们就撒一条歌的感觉 想不到说过到20年 这些咕嚕笔刺 他们的肩子二十岁 还在里面里欢迎 所以我感觉很堵烂 所以说 把这条歌拿出来唱 这条歌的歌名叫启丹 看到他们这些人 像冬季一样 每天都在里面 这条歌很简单 我们就叫大家把手牙夾 很简单 来 我们试试看看 来 手牙起来 你咋好不好 好 手牙起来 你咋好不好 好 手牙起来 你咋好不好 好 手牙起来 启丹 你咋好不好 啊 啊 說是歐歐的 這是心靈講的歐 想都沒有 你的頭髮裡面是在十三八 拜三回歐看 你是在拜 這句是敬佩 人要簽臺灣 上前 大家就要搞 立法一起 那是年事論民 頂到大港底下 簽來簽去 插帽改聲 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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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吃錢 希望一堆賣賞賞的體力 竟是出來人 一堆幾六萬年 賣苦心 雙拔來給他放 好 贏 壞 是事後 賞賞 壞 是真正 本作啦 如果這呐 izaton' 的徒 都沒有 期待 天下 期待的影響 我都開始 期待 我們還要他 син 了 未始 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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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假 會 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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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今天 離 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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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你三年完 你講幾種野頭也蜜 有生種種把講中的 阿嬤主要給我 最好人的黑地白鋪 阿滴國泰 經過好白 哪有安途好白 誰會在喊 小人小人 當來去 不如是海浮腸 老套我主 無言的會嚴重 犯罪犯罪嚴重頭 一百千六年無謀 看我哪個歐心 被弄不掉 我包店無套 如飄出狗口 我吹的 還燙電線 白痴啊 嚇不你亂 發光社會線 我真的沒蹦蹤 還沒暗瀚 天 站在這裡 好久事 踩起來啦 有沒有這個音樂 我就開始期待 期待 看了海氣 感到不你輕鬆 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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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感覺是 想要我感覺是 想要你這個音樂 我就開始期待 期待 看了海氣 感到不你輕鬆 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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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手抑起來 手抑起來 好 手抑起來 手抑起來 好 手抑起來 手抑起來 你說好 好 手抑起來 你說好 好 手抑起來 你說好 好 手抑起來 喝酒聊天唱歌 那真的是一段最快樂的時光 得giliwyni 這首歌就是我們10年前在那裡唱 唱完之後想說應該要來抖 想不到唱完 大家都被這個唱尾 自己歡迎站起來 所以大家以前我們表演這首歌 旁邊的警察都會很堅定 想說在哭唱唱這首歌 這樣會出事 好 如果是他們黑白目 我們就真的讓他們好看好不好 好 父母可以再過嗎 父母可以再給他過嗎 對 讓他們看到我們台灣人的事例在哪裡 去 只要一首歌 歌比明煩 來 接下來 我們唱一句大家都在唱一句 很簡單的 來 準備好喔 這是誰的土地 非常喜歡水癖 再由呼吸不回 這句給亂做會 這句給亂做會 這是誰的土地 非常喜歡水癖 再由呼吸不回 這句給亂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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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訪賣是現役的威大利商 十九分開始 都有這段關心 用武力來結束日本人的土地 王爺國有這首都說的起訴一致 風大雨的土衣 都帶來的一致 極後面無謀自民 藍牙醫師 王爺不出身 光臨就在帶來 剩下手腳 倒倒這條跑道 讓我們最厚 由我的身邊來唱歌 就得寫詩 別再寫詩 剩下公開的身為 記憶憶憶 真是像個土地 也在愛上吹陪 永遠呼吸不回 進一格來轉回 真是像個土地 也在愛上吹陪 永遠呼吸不回 進一格來轉回 就像在跳舞來到那一九一五 台灣本土 當這是於日本政府 所以日本美麗 只因為自民主義沒有權益 只有二人都沒福利 不裝氣 革命是為了權益 與其幫民用宗教來 極限平均鼓勵 全都在西蘭安 對抗族被展開 不了消息走路 多人一直不欺負他 火力轉向 彈來預警湖頭山 革命的火力 暫時是繼續讓雙滑 日群收散 在大背著想作戰 在投降著下場 只有出在沙漢 這個多年 這一些招音也滿 一直不是沒有記載 也不再唱 教材都破歌詞 來把事情說不到 現在 天啊過世間 往今啊 以後我們來拼去死吧 是像個拖地 是像個拖地 非常愛在吹陪 非常愛在吹陪 也有呼吸奮回 以後不及奮回 這一個人再會 這一個人再會 也是像個拖地 是像個拖地 非常愛在吹陪 非常愛在吹陪 也有呼吸奮回 也有呼吸奮回 這一個人再會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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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吼 我會想要記到你 大家可以幫忙 關掉民犯 看你民喚 來準備喔 我來記到你 大家可以幫忙 也請喝 我來記到你 我們是民 他們是關 我們是民 他們是關 这是什么世界 我们是平 他们是光我们北世界 我们是平 他们是光 这是什么世界 我们是平 他们是光我们北世界 欢比 visitors 欢到我 你跑嗎? 你跑嗎? 我跑嗎? 我跑嗎? 我跑了 等下 我如果想借你 你明明裏 大家找到手聯盟 好 我誇張 我如果想一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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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嗎 好 來準備喔 我要聽到台灣要開爛 我跟大聲的 我的頭都腿翻他在送他 Yeah 擠乎掉爛 你明明去討爛 好 好 好 推翻腐敗 何人造反 好 好 好 親戶掉爛 你明明去討爛 好 好 好 推翻腐敗 何人造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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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再一次喔 抱歉 政府召喚 致命去囚籃 暴推反腐敗 和人造反 政府召喚 致命去囚籃 暴推反腐敗 和人造反 正好政府送变台湾 怎麼能說政府一官兵 官兵民亂 這是一個東大年代主義位 女生吻 還有代曹主 對抗馬政府敗 這就是官兵民亂 鼓勵的政府 自己都賣 雙腿 萬人甘 屠萬人最大 歐路 客家 嚴格最大 都抵抗馬 經理咧做囤法 集中藏州 可想各軍一方 一批起義 留下兩批 戴上去的槍 勇敢的台灣人 把槍國發送 把彈發出萬人 嚇入自己 同胞的力量 跟三百年 鼓勵 還有一堂你基地 跟著緣腿 萬大趕 各個地先列 一百一百一百 總差一次 請多一百 投給這十多萬人 也有很賴 政府召喚 臨命去囚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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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反腐敗 臺灣人造反 大家都抗現 民民法 新婦喔 亭人根他去囚籃 中藏事免要尋找 這一身J-Cance J-Cance J-Cance 功功一拜喔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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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u 我要堅持到隊班就送完啦 耶 所以咦 咧咧 政府召難幾臨幾屠欄 推翻腐敗 老人造反 政府丟人 地利地堵染 推翻腐敗 老人造反 大家在里面 修好台湾 修好台湾 反对腐敗 修好台湾 修好台湾 反对腐敗 修好台湾 修好台湾 反对腐敗 修好台湾 反对腐敗 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继续加油 继续爬下去 谢谢考秋青 非常精彩的现场表演 在那个 这种时候拿起来一起关逼民返一下是一定要的 当然 除了关逼民返 我们每一刻 我们都要让里面的人知道 我们驚你站在这里的訴求 你说好不好 好 就写在这里 第一个就是反对重启 服帽货帽 这次 总统好像有两桌 说要重启 服帽货帽 我们全体没法接受 你说对不对 对 对 对来说 我们就大声负责 你说货帽 好 反对重启 服帽货帽 声音声后边声没听到 来 酒台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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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中国 证经胁迫 拒绝中国 证经胁迫 我们隔壁站在那位 怪叔叔 他很奇怪 大家都跟你说 我们是他们的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说对不对 对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你说对不对 对 对 就是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要大声大声 让所有人知道 我们就訴求 下一位我們要邀請到當年太陽化運動 很重要的參與者薩芳安 剛剛玉蓉有說到說 其實婦女新知在台灣解嚴以前就開始運作 事實上台灣原住民族的運動 也是很早以前就有一個歷史 薩芳安在太陽化運動以後 成立原住民族青年陣線 其實在年輕世代 做了很多原住民族運動的推動跟倡議 那我們現在邀請薩芳安 那太陽還特別帶了一些前輩來到現場 在十年前的時候 我在這個議場的二樓跟大家站在一起 一起在守護台灣的民族 一起在守護台灣的經濟體 一起在守護台灣獨立 但是這十年當中 其實原住民族也面臨了非常非常多的困境 不管是姓名的議題 狩獵的議題 土地的議題 在今年的三月十四號 我們終於迎來一件重大重大的無罪判決 站在我身邊的就是這件無罪判決的當事人 打麻大陸王光露 在十年前我們第一次認識打麻大陸的時候 他即將要被判決發監執行 在許多的公民團體跟律師的奔走之下 我們開始是透過這個司法救濟的程序 然後一路打到了這個憲法的解釋 但沒想到在憲法解釋之後 打麻大陸還是沒有辦法撤銷有罪的判決 一直到今年第二次的非常上訴之後 最高法院終於良心發現腦袋打結解開了後 終於迎來了這個無罪的判決 那我想要先邀請大家跟我一起喊 獵人無罪 狩獵無罪 獵人無罪 狩獵無罪 狩獵是原住民文化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狩獵從來不是只有殺戮 在台上所有的原住民青年 在這十年當中 也一起參與在這個倡議 然後想要告訴主流社會 我們的文化不是殘酷的文化 我們的文化教導我們如何與山林 和平的共處 我們在打麻大陸身上 學習到非常非常多謙卑的態度 還有從進山林 還有對於山林的熟悉跟知識 那今天我們也特別就是讓打麻大陸 他想要告訴大家一些話 因為今天我是綁架他來現場 那不在流程上面 那因為打麻大陸 我告訴他說 我們現場有非常非常多非原住民的夥伴 如果你能夠對他們說一些話 讓他們能夠理解跟站在我們身邊 支持我們一起捍衛文化 那打麻大陸就說好 那我跟你們一起去 那我們鼓掌歡迎給打麻大陸一點力量 感謝大家 今天我來到這邊非常的高興 雖然我是判無罪 很高興啦 但是希望我們所有的原住民的獵人 都能夠跟我一樣判無罪 謝謝 獵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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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衛文化 捍衛文化 在十年前的反服貿運動當中 原住民族從來沒有缺席 這十年當中 原住民會繼續跟所有人站在一起 也希望這個台灣社會的所有人 也跟我們站在一起 跟我們一起守護文化 捍衛多元民主自由的台灣 謝謝大家 謝謝Savuan跟現場的一起 原青鎮還有原住民的長輩來到現場 就是非常激勵人心 其實當年的運動呢 我們可能被媒體報導到的人 剛剛講到說五虎將為什麼都是男生 是不是 那我今天是來性別平衡一下 就是說 其實當年參與者的樣貌是非常多樣的 那原住民也持續的參與在其中 那下一位呢 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法律白話文 現場其實大家應該 很多人都有在聽他們的電台 對不對 法科電台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法律白話文的成立 應該是跟318炭化運動是非常有關係的 應該是 我們來邀請那個貴智 楊貴智法律白話文的主持人之一 來為大家說說話 大家好我是貴智 好今天 今天真的是 非常的 今天真的是非常緊張 因為我很少在 這麼大的舞台前面 平常 錄音都是跟 洛義在狹小空間 然後沒有人 所以今天算是有點微緊張 今天洛義又來 洛義可以舉個手嗎 洛義在後面 我今天帶來之前呢 我就很認真跟洛義討論說 等一下要上台 那我到底要講些什麼好 然後我們就討論一下 我就問了他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318帶給台灣社會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甚至可以說 留下政治遺產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洛義 其實洛義在節目上也講了 他就覺得 他覺得反中這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 因為318讓大家意識到 中國的可怕 中國的危險 但我就想另外一件事情是 因為我覺得 我始終相信 台灣的民主政治 一定會走得比 中國的威權政治還久 我們一定可以 撐過中國的威脅 那假設那一天到來之後 台灣真的已經民主自由 又獨立了 不用再考慮中國威脅之後 318這個學運 還有沒有東西 可以延續到那個時候 那我的想法就是 其實就是跟我們法白自己 能夠運作到今天的經驗很像 我覺得318帶給這個社會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翻轉了公民社會 他帶給了公民 他帶給了很多台灣人 意識到 原來我必須要這麼的認真 來關心社會議題 我必須要這麼的認真去了解 發生在身邊的事情 原來所有的知識 都是這麼的重要 因為法白之所以會成立 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確實是跟太陽花有關係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回到十年前 太陽花的那個當下 異常內有非常多的 有非常多的事情 青島東路紀南路這邊 有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網路上同樣同時 也非常非常多人在討論 有那個時候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 錯誤的資訊 有非常非常多的虛假資訊 在誤導大家 在混淆大家 所以那個時候 我跟我的朋友 因為我們是念法研所的 我們就想說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來分享 我們的知識給大家 所以我們是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下去成立的 那能夠一路運作到現在 到今天我們發現 其實318就是翻轉了整個台灣社會 因為它讓非常多人意識到 原來所謂的自己國家要自己救 它不只是精神上的武裝 它知識上也需要非常多的力量 所以在318學一之後 除了法白以外 也有非常多像菜市場政治學 今天方雨也會來 也有像故事我們的 我們的好朋友另外網站寫歷史故事等等的 有非常多非常多做知識科普的網站 做這種資訊 做這種資訊普及的網站 就非常非常一直都冒出來 而且我發現我們法白的這個 不管是粉絲來聽眾 它都有一個特性 是我們在節目上面 都要聊一些很難的東西 但有的時候 聊得太簡單 反而還會被抱怨說 這集太水 大家都想要聽很難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318運動 帶給大家 帶給台灣最後一個非常重要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讓大家真的意識到 把自己會的東西分享出去 然後去學習 盡量的去學習自己不會的東西 盡可能的去關心 這塊土地上的事情 發生在身邊的議題 各式各樣的 我們去關心各式各樣的弱勢 我覺得許多的人 從過去的被動 從過去的默默關心 到現在已經成為非常積極主動 甚至會站出來參與的公民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的翻轉 它帶給台灣社會能量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也非常希望 我也相信這樣的能量 它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可以繼續延續很久 讓我們的公民社會 繼續運作下去 繼續成長下去 那我想 那我想 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們還是期望 那法白未來 我們一直這樣子秩序 就是法白未來 也能夠帶動 繼續帶動這樣的討論 以及繼續為大家提供 大家所需要的知識 因為我 回到我們做法白初衷 我們還是相信 法律必須要 是真的能夠幫助到人民 我們必須要透過 我們法律白話 我們一直希望 就是我們可以讓法律變得更白話 雖然還是很多人覺得 我們很不夠白話 但我們會繼續努力 但之所以做這件事情的目的 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讓所有的台灣人 一起來認識台灣的法律 一起來了解台灣的法律 一起來了解台灣的法律 然後一起來思考台灣的法律 未來會變什麼樣子 因為要所有的人 真的都願意一起來關係 一起來討論 台灣的法律 才能夠真的成為 屬於台灣人的法律 謝謝大家 我們感謝法白的規制喔 如果十年前你們在現場 你們會看到 突然間有人穿著律師袍 在守候著每一個人的權利 只要警方要驅離的時候 他們就會站在群眾的前面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民的力量 你說對不對 也不只是律師 還有我們的醫療通道對不對 還有很多的醫生 守候在現場 如果有任何突發的狀態 他們都會第一線站出來喔 那接下來 我要邀請的是 也是318的戰友喔 我都說 我只理應外合 因為醫國裡面 我們國外面 我們在顧濟南現場 青島東路的現場 還有中山寒路的現場 但是議場裡面 當然有學生的夥伴在那裡 我們現在來邀請到 我們非凡 林北凡 我們好戰友 今天有大家 大家可以說幾句話 各位大家好 晚安大家好 好 好 很感謝今天晚上大家在 擠南路上齊聚一堂 那 心情 我相信 每一個在這邊的朋友 應該都感覺到非常複雜 那 我相信今天 大家看看 身旁周遭的朋友 應該都會感覺到滿欣慰的 因為十年之後 還有這麼多人 關心過去十年前 台灣發生的事情 大家是不是給自己一個掌聲 好不好 其實我 因為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今天上這個台 我到底 要用什麼樣的心情 來講這些話 但是我 特別想要講一件事情 是 我真的希望大家 能夠給自己一個 最大的肯定跟最大的鼓舞 給自己一個掌聲 因為 這十年下來 我知道我非常多 站在這個現場的夥伴 看到這樣的舞台 看到這樣的擺受 心裡面其實 是會有很多的衝擊 甚至有很多朋友 可能還有 創傷 那 那一些 當初參與比賽 在這場運動裡面 心裡面有創傷的朋友 心裡面有很多沉重負擔的朋友 我雖然沒有什麼立場 說這句話 但是我很想跟大家說 對不起 不是代表說 用我自己個人 來代表整場運動 而是 是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朋友 期待這十年下來 我們可以在一起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這十年下來 也許我們每個人 在不同的權力位置 在不同的角色上面 或多或少 都有讓大家失望的地方 所以我要在這邊 跟大家說一聲 對不起 我也希望 這場運動 十年過去 我們先拋開 每一個個人 做了什麼樣的選擇 我希望大家回頭過去想想 看這十年來 我們共同創造了什麼 各位 這十年 因為我們黨下福茂 所以後來馬政府要簽的貨物貿易協定 沒有辦法簽 後來馬政府想要簽的軍事互信機制 沒有辦法簽 後來馬政府想要進行的跟對岸的政治談判 沒有辦法進行 這就是因為現場 所有各位參與這樣的運動 給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這是台灣人共同創造出來的成果 不是任何一個個人創造出來的成果 這是大家集體 打造出來的台灣 這十年 台灣變得不一樣 我知道 也許 每個人在進入到不同的權力位置之後 我們有很多該推動的政策 有很多的作為 也許每一個夥伴 每一個參與這場運動的夥伴 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但我要告訴各位 持平而論 台灣現在是世界的台灣 台灣在太陽花運動結束 在318運動結束之後 我們很清楚告訴大家 台灣人的命運 我們自己決定它做對不對 對 所以 十年之後 我要拜託大家 這一條路 我們繼續向前走 這一條路 我們不會回頭 我們不會讓中國定義我們的未來 讓台灣人定義自己的未來 這就是這場運動 大家希望看到的成果 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我知道還有很多事情還沒有做到 還有很多事情必須要大家一起完成 各位 我也想再講一件事情 這場運動 有太多 賦予在每一個個人不同的期待 有太多每一個個人 都有非常多自己在運動裡面的創傷 很多人十年過去了 做了不一樣的選擇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十年過去 即便你做了不同的選擇 每一個個人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沒有辦法改變的是 這一場運動 不是只是一場反對黑箱的運動 這一場運動 也是徹底反對服貌的運動 這一場運動 不是由任何一個個人來決定的運動 拜託大家繼續向前走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非凡 其實我想說的是 他不用以 我們沒有一個人 需要用個人的身分來說抱歉 真正應該要感到抱歉的是 沒有聆聽公民聲音的這個政府大叔 對不對 好 那其實呢 318事件之後 318運動以後 還有323 324事件之後 有非常多人面對了國家法律的訴訟 那有一些呢 是個人向政府提出的訴訟 國賠案 有一些呢 是有些人是當時呢 被國家起訴 那還有一些憲法的訴訟 到現在仍然在持續當中 那當時呢 其實義務律師團有幾百位 那參與就捲進訴訟的運動參與者 我想也有不少人是仍然在現場的 其實有兩三百位以上 那我們也從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以後 看到有很多香港的運動者呢 就是被關進去拘捕 積壓 那其實民間司改會 在太陽化運動以後呢 義務律師團在這件事情上 出了非常多的力氣 那我們接下來就邀請到謝孟昭律師 來跟大家聊聊看 現在這訴訟呢 10年來是發生了怎麼樣的事情 那還有哪一些訴訟仍然在進行當中 我們邀請謝律師 謝謝大家 那其實剛剛聽到很多人說10年 我自己的體感經驗沒有那麼 好像沒有到10年 因為訴訟一直在進行中 我自己接觸到的案件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像在收尾了 運動已經運動某個程度因為鎮壓 他可能已經 某個程度先告一段落 然後我們那時候我還 我還剛實習結束 非常非常的之前 有一天我去上班的時候 朋友打電話跟我說 運動結束了 運動看起來 在報紙上看起來結束了 人離開了 但是這些人 這些人沒有回家 有一些人到了警局 他們被警察 被警察以妨害公務 或者是侵入住居而彈捕 那因為人實在太多了 需要律師陪真 我朋友請我去 我就去了 然後案件就這樣一個一個的來 當時候的案件 大概就分兩種類型 一種就是 用比較簡單的說法 一種是被國家告 一種是提告國家 被國家告的大部分 是在鎮壓跟驅離過程當中 被警察逮捕的人 他們罪名大部分都是 傷害、妨害公務、侵入住居 然後其實如果以法庭的實務來看 他未必是一個很重的罪 就是他可能罪行沒有那麼的重 可是對於參與者而言 其實他的創傷是很大的 那另一種是 在這個鎮壓過程當中 他可能受傷 然後受傷的程度輕重的不一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他自己本身也受到相當大的創傷 然後後來對國家提告 包含提起刑事的自訴 或國家的賠償 這兩種案件我大概都接觸過 那我自己接觸 因為這些接觸的情況 看到了各式各樣的參與者 就是在這個運動底下的參與者 來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多的 他的認同理由 或者是他來到現場的原因 都不一樣 可是他們可能有一些共通的點 例如說 對於公民的參與 就是相信說 這個社會或這個國家 其實是需要人民站出來 需要共同的思辨跟參與的一個過程 那在這個參與的過程中 其實大家都面對到的就是國家暴力的問題 就是我們到了 在這個參與過程中被阻止了 警察把他驅離 警察驅趕甚至毆打他 然後他並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單純的這個參與的過程中 會遭遇到這樣的待遇 那我們在這個訴訟 這個訴訟其實如果以法庭來看 他未必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訴訟 因為其實我們的自訴 我們刑事自訴是全面的失敗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找出任何一個 為這個案或最最鎮壓負責的人 實際第一線下手的警察從來沒有找到過 那指揮者幾乎都已經被切斷了 就是在這個指揮鏈的過程中都被切斷 我們沒有辦法建立任何 到底是誰下手的狀況 所以就會變成 這些人確實被驅離了 也確實受傷了 可是到底是誰下手的 就是一個很模糊的國家暴力 除此以外我們是找不到任何人的 那至於被捕的這一些人 他們在被捕的這個過程中 訴訟就是不斷不斷的開庭 然後大家的抗辯 大家的抗辯 依照自己情況的不同而有不同 有一些人主張是他根本沒有進去 他可能只是在外圍 有一些人則是主張說 他本身他們有法理上的基礎 也許他真的跟警察有肢體上的衝突 但是是因為公民 但他有更高的公民不服從的憲政和法理基礎 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的還是一樣 國家的隱私是非常的模糊 就是我們最後看到的都是 我們法庭的調查依然是回到 到底有或沒有這樣的行為 如果有的話 我們還是以一般的法律秩序來看待說 這樣的行為是正確的或錯的 可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行為 那個情境似乎是被抽離開的 那這個訴訟走到現在 雖然我自己感覺好像沒有那麼長 但是其實回鄉下也 訴訟結束到現在也過了好幾年了 那剛剛聽到各位講者 也讓我自己回想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這十年來確實好像很 其實整個社會的想像 或社會參與的形式 都已經完完全全的不一樣了 或至少跟我們十年前參與那個形式 有了很大的落差 不過這樣子 結果其實我想大家相信還是一樣 就是要參與跟站出來那個精神 然後也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今天還有這麼多的人 願意過來 願意聽這場運動的回顧 謝謝大家 謝謝謝孟昭律師跟我們分享 其實面對國家暴力之後的 運動者捲進的訴訟 後來後續的狀況 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個晚會 人很多 那我們後面 有流動廁所 如果大家 要方便的話 後面有流動廁所 那 在那中間也有 連龍牆 那當然 連龍牆上面 有回顧的 有展望的 大家也可以把你們 想要告訴你們的夥伴的一句話 寫在我們的連龍牆上面 那當然 那當然 在我們舞台的左邊 我的左邊這邊 也有我們NGO夥伴的這個攤位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NGO過去是怎麼撐起濟南現場 濟南現場 大部分就是NGO排班 排班在這裡 維持著整個濟南現場的熱情 跟裡面 以應外合 那接下來 我們在濟南 這個濟南路上面 我們一定知道 我們社運的非常非常好的夥伴 我們濟南教會 我們濟南教會的黃春生牧師 來跟大家支持 每每所有的活動 如果我們見不到好場地的話 這個濟南教會一直都是我們 大力的幫忙 大力的幫忙的地方 我們要歡迎黃春生牧師 歡迎黃牧師 好 各位夥伴大家平安 其實我今天來到現場 是要跟大家一起 來悼念 來紀念 我們這十年以來 有許多的夥伴 離我們先離開 我們要等一下要一起 來紀念他們 來紀念他們 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夥伴瑞光 他是我們國際部的組長 在這十年以來 有許多的夥伴 離開我們 但是這一場運動 還在繼續 還在持續 因為他是守護 我們民主自由的精神與價值 當耶穌要離開事件之前 他跟他的學生說 你們當如此行 來紀念我 你們當如此行 來紀念我 紀念他不是停留在過去的一個圖像當中 紀憶必須要如此行 所以當我們等一下來紀念我們這十年 或許你的朋友 你的戰友 曾經在我們的現場當中 一起努力 他可能離開我們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我們當如此行 來紀念他 紀念不是停留在過去的那一個畫面 紀念他必須帶有一種重生的力量 向前走的力量 我們當如此行 來紀念他們 我們的運動 不是到這裡結束 民主自由的花朵 不會因為一時的開花 他就卸了 他必須要世世代代的 一直持續的去紀念 三月份 三月份 是民主運動 非常熱血的月份 不論在過去 從野百合的運動 到太陽花的運動 甚至我們也要知道 三月份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是228 犧牲許多的精英 但是我們看到民主的花朵 其實就是不斷一棒的接過一棒 我們當如此行 來紀念他們 這時候我要邀請大家 把我們的手放在我們的 拿出你的右手 放在你的左胸前 我們要一起 來悼念以及追思 這十年當中 離我們而去的夥伴們 我們一起來默哀 我們如此行 來紀念我們 每一位夥伴 願上帝安慰我們 也幫助我們 這個紀念當如此行 使我們台灣 堅守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 不斷的持續下去 謝謝各位 謝謝黃春生牧師 那其實大家剛回顧影片裡面 有沒有看到 像石民猴肌上 他也在前幾年過世 那這十年之中 有當時的很多重要的參與者 運動者 可能因為生病 年長或者是意外 一一的離開我們身邊了 那很 但是我們就是帶著這個信念 帶著他們的願望 帶著他們的堅持 自然持續的站在這裡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下一個音樂表演呢 是吳志寧 那得說那個 其實我們當年呢 有很多參與者 大家回到各自的生活 回到自己的崗位以後 怎麼樣實現這些公民的信念呢 我們運動是發生在台北 我們今天是在台北 那很多人是帶著這樣的想法 回到自己的故鄉 回到中南部 高雄 平東花蓮 各個地方 那志寧其實 跟吳英明 還有吳勝老師 在彰化西州 經營成員 也不斷的在在地 辦很多的英文 跟社會的討論 那我們邀請志寧上台 還有一邊 設定一下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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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首歌是改編至詩人吳聖的詩作 和平宣言至楊建文 1949混亂的詩曲 你父親挺身而出 呼籲合理跨海來接受的政權 卻一擊強身來回應人 逮捕你父親刻意污衊 窮盡他在這社會被遺忘的角落 留給你兄弟姊妹流離思索 暗暗吞下屈辱的眼淚 小夏令家暴的集團繼承著 靠攏握手求得和平 學習包容 收斂怒目 學習寬容 最好是你 我全部是為了回想誰 我家暴者從來沒有出現 我全部是為了回想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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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给你父亲平凡 还给你父亲生命 却没有给你任何说明 也没有谁问你如何还给你 至少免于经济的童年 至少免于歧视的少年 至少免于困恶的中年 像家林家宝的极端继承者 靠拢我守旧的和平 学习包容 手脸怒目 学习宽容 最好是你 我全部是为了回想谁 家宝者从来没有出现 我全部是为了回想谁 指引胸口 隐隐作痛 我全部是为了回想谁 家宝者从来没有道歉 我全部是为了回想谁 我全部是为了回想谁 指引胸口 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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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部是为了回想谁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吴志宁 今天来到县城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县城 和这个舞台 很多以前的记忆 10年前的记忆都回来 那时候也是 感觉是很感动的 很多人在这里 做会为了一项事情来打拼 但是过了10年后 很多事情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 有一项绝对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我们希望的 我们相信的 那个民主自由的隔壁 这也是我们一直一直都在追求的 所以请大家千万要相信 10年前 我们追求的这个信仰 我们继续追求民主自由 而且我现在回到中部去 陪伴我的孩子 在中部上学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现在要说台积越来越困难了 这个就是因为整个媒体的侵略 我发现说 其实我当了父亲之后 这些以前服貌的这些状况 或者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的侵略 现在不只是经济的侵略 现在还有媒体的侵略 都不断的在压迫着 甚至在侵害着这个台湾我们的未来 包含我们的孩子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很担心的事情 再来我唱这首 唱了很久的歌 那时候也有在这里唱过 也是我唱的第一首台积歌 叫做全心全意爱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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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你跟你的無情 都是你的無散 丟北風雨 為你用艱苦的臉 一大條魚 掌滴… 掌滴… 猝桃… pue。 揥扭扭 �ere 旋井作為終歷 並順先另外一位愛你 親手愛自己的母親 不是你的土地特別伴 因為你的懷孤 這樣溫暖你 全身全意的愛你 真唱愛自己的母親 不是你的無散特別豐富 因為你用艱苦的臉 刺大了嗎 你只是大大在世界中 瘦瘦一個道士 在你懷中大汗的運 不放下去 不會用全部的開籃 唱出對你的親情 掛聲中 只是真心的哀怨 感謝甲伊亂 天啊湯家有花 感謝大家 今天 金融英雄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最后要唱最后這首歌 也是我們爸爸下的世界 叫做燈塔 燈塔 不過這首很趣 是當初他在唱歌詢的時候 下的 我上次唱 也是在歌詢霸函的時候下的 霸函的時候唱這首歌 不過現在 被罷免的人 在當立法院長 但是 這就是台灣的民主 我們尊重這個民主 尊重這個改變 但是 絕對要繼續打名 好嗎 好 好 因為這不是我們 心中感覺到的季節 所以一定要繼續拚 不管什麼理由 今天 很榮幸可以站在這裡 十年過去 我遊玩 真感謝 十年前 大家做會在這裡 所有媒體的人 因為台灣 是因為你們大家 改變的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在這首歌 上歌 如果それ很難 它必 Joo 好 但是 當口的是少年的心跳 還有倒數的高章 真正帶著消息 一招又一招 像海角陪著海洋 開看的夢想 大家唱歌好不好 在特殊邊緣 在海友中心 在黑暗時 就思九十的思極 想好我們的夢 唱到我們的頭 他看過每一個丹太的暗面 他可以拆每一隻 找出的尊者 想好我們的夢 他唱到我們的頭 是希望的風流 海洋多數的高章 從這段上消息 一招又一招 一招又一招 在桌子邊緣 在海友中心 在黑暗時 就思九十的思極 想好我們的夢 想好我們的夢 想到我們的頭 想到我們的頭 這是希望的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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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希望的本業 吐吐吐吐吐吐吐 吐吐吐吐 吐吐吐吐 在倒數邊緣 在海洋中心 在黑暗時尊 歷數九節的時刻 想好咱的夢 笑到咱的湯 也是希望的風雄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志寧溫暖的歌聲 那其實剛剛非凡也有提到說 相信當時的運動對大家的生命來說 都留下了一些刻痕 甚至很多參與者應該都是有創傷的 但是就像志寧的歌聲一樣 其實要有這樣的溫柔跟寬容的包容的對話 其實我們才可以帶著這種力量繼續走下去 接下來 我要介紹老戰友中的老戰友 賴宗強律師 其實我跟賴律師一起關注 所謂的兩岸情報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已經很久了 在民進黨還在執政的時候 在扁政府的時代 我們看到是 其實大膽襲進的問題 已經造成了台灣貧富差距 勞工失業 我們的所有的技術人員 英雄五用五之地 所以 在2007年 在台灣社會感覺起來 會有政黨輪替的這個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兩岸協議監督聯盟 開始關注政府的兩岸的政策 當然 後來 2008年的確 政黨輪替了 開始有所謂的直行 開始所謂的福貿 AGBA 福貿、貨貿 我們有兩岸協議監督聯盟 跟反黑鄉福貿的聯盟的運動 一直走到太陽花的發生 結束了以後 我們有沒有閒著 在中強的號召之下 我們成立的經濟民主聯合 成立的公民陣線 繼續來送 對我們台灣好的政策 我們現在來邀請到 賴東牆律師 賴東牆律師 來帶大家睡明 太陽花75分 公民憲政向前行 而且賴東牆律師說的之前 怕你這條案外 所有的支出都是由 金明聯來支出的 所以如果大家待會 我們在後面 最後面金明聯的 攤位上面有我們的木環箱 大家 口袋零錢零檢出 好不好 不只零錢 也讓今天的晚餵的支出 能夠更加的順利 更加的圓滿 那我們 湯普阿西亞 來邀請賴東牆律師 大家好 各位同學 好久不見 十年前的四月十號 我們結束了佔領行動 我們離開這裡 那個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 我們獲得的只有 王金平院長有限的承諾 帶著這樣的有限的承諾 我們用很不安的心情 我們離開了立法院 那個時候 沒有人敢說這場運動是成功的 甚至 我們也不曉得 我們所提出的訴求 將來會不會成功 但是 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十年後 我們回到這裡 就是要跟 今天 來到這裡 以及沒有來到這裡 當年跟我們 一起參與這場運動的同學 說 我們勝利了 太陽花運動 並不完美 但是 我們所提出來的四個訴求 我們達成三個 這四分之三 所以 各位 我們今天有發表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是我寫的 這個聲明叫做 太陽花75分 公民憲政向前行 其實 這個聲明 是大家 一起 用好幾年的行動 持續累積 我們才獲得這樣的勝利的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太陽花運動的第一個訴求是什麼 退回服貿協議 絕對不是什麼 只反黑箱不反服貿 大家還記得吧 退回服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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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因為我們 堅持的夠久 我們真的把服貿協議 擋了下來了 不只是擋 這個服貿協議 其實 因為時間的經過 因為環境的變化 因為 國際地緣政治 全球產業鏈 美中貿易戰的影響 時間拖到現在 整個服貿協議 其實 已經 他的約定 都已經變質失效 而失去了 說服力 簡單講 就是死亡 我們真的擋下了服貿協議 大家只要看 連當年 幫馬英九力推服貿協議 當各種政策的 說客的 中經院的 李淳 他現在也說 服貿協議 是過期十年 臭掉的 雞排 所以 我們成功的 阻擋了服貿協議 讓台灣沒有陷入 兩岸經濟一體化的 深淵 讓台灣沒有陷入 中國經濟的漩渦 各位 這是太陽花的勝利 對不對 對 因為服貿協議 沒有生效 所以 第一銀行 沒有到中國去設 村鎮銀行 沒有到河南 設村鎮銀行 沒有捲入 後來河南 村鎮銀行的擠兌 所以現在 一營的股東 才不用賠大錢 因為服貿協議 沒有生效 所以 兩岸權貴資本 當初 中國工商銀行 要入股 連家 連聖文 擔任董事的 永豐銀行 但是 後來沒有成局 因為服貿協議 沒有生效 因為服貿協議 沒有生效 所以 當初 約定的 兩邊的大醫院 要互相投資 互相結盟 然後去搞什麼 兩岸醫療 共同體系 這個東西後來沒有做 也因為這樣 後來武漢肺炎發生的時候 中國的院內感染 不會變成台灣大醫院的院內感染 台灣相對的比較平穩的 走過了疫情 因為服貿協議沒有生效 我們的許多的小店家 各種的基層服務業 不會被中國的大財團養套殺 福貿協議 福貿協議 確實是 沒有生效 但是 我們也不能夠以此致滿 我必須 跟大家講 馬英九在2008年以後 他其實就是要順應中國的 兩岸經濟一體化 然後從經濟整合 走向政治整合 那個什麼書同文 車同軌 最後 就變成是台灣的民主就不見了 這條路我們把它擋了下來 但是請注意 馬英九除了簽服貿協議以外 他在任內上任了以後 大幅修改各種跟中國之間 跟台灣的對外的投資技術輸出 以及外人來台灣投資的各項規範 這些規定把台灣的經濟安全制度 改得千倉百口 但是 在蔡政府任內的八年 這些法規只有非常少的部分 被檢討修正 我們希望 賴清德院 準總統 以及新國會 在520以後 可以重新的檢討這些 把該改的再改回來 維護台灣的經濟安全的制度 這個是接下來一個重要的功課 服貿協議的第二個 太陽化運動的第二個訴求 是什麼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治化 當初 當初民間版的監督條例 起草人是邱文聰 中研院的邱文聰教授 我們都有跟他討論這些規定 民間版的監督條例 兩岸協議 兩岸協議就是沒有監督才會有服貌 弄成這個樣子 當時我們就說 政治性的協議要規範 非政治性的協議也要規範 那這個監督條例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治化這個訴求 其中政治性的協議 在2019年的5月31號 立法院已經完成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五之三條的修正 有些朋友清楚 有些朋友不清楚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規定其實就是把民間版的 各項精神要求放進去 而且規範得非常嚴謹 簡單講 將來如果台灣 要跟中國政治談判 任何人要去政治談判 要遵守三道紅線 第一道紅線 就是主權不能賣 第二道紅線 就是自由民主不能賣 不能談 條文的用語 叫做 主權國家地位 及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的悔氣變更 不得作為協議及談判的項目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前面兩道紅線是實質的 第三道紅線是程序的 那如果要抵觸前面兩道紅線 要政治談判的時候怎麼辦 比照修憲民主程序 這什麼意思 你要跟中國做政治談判 立法院先要四分之三多數 通過締結計畫 才可以去談 否則沒有任何人可以去談 談了以後 有一個草約 不能夠變黑箱服貌 所以不能夠簽 要先把它公佈 做衝擊影響評估 在立法院聽證 然後立法院四分之三多數通過 這樣還不能簽 要公民覆決 全體投票權人 絕對多數過半數通過 這樣才能簽 建立了這三道嚴謹的防線 就是 主權不能賣 自由民主不能賣 其他政治談判 比照修憲民主程序 這是一個非常嚴謹的規範 大家要了解 這個規定 在台灣的憲政史上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 它重新定義了什麼 叫做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不是有些人說的 就是中華民國的國號 不是 有了這個條文以後 維持現狀 是說維持我們的主權國家地位 以及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的現狀 不可以變更 它定義了什麼叫做維持現狀 第二 它規定 台灣如果跟中國 有什麼重要的談判 一定要經過 兩千三百萬台灣人 有投票權的人 去覆決 通過 才能夠決定 這個就是 從黨外到民進黨 成立 它放在黨綱裡面 一直主張的台灣人民自決 第一次被寫入法律條文 這是太陽花的勝利 也是台灣民主的勝利 各位 之所以會定這個條文 定這麼嚴格 其實是有個背景的 大家回到2018年 民進黨地方選舉大敗 很多人覺得 2002年 20年差不多去 2019年年初 習近平又說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要各黨各派 來跟他做民主協商 那個時候很多人說 完了 國民黨上來 就要跟中國簽和平協議 以後台灣的民主就沒了 所以 經濟民主聯合 邱文聰老師 跟我 然後我們跟陸委會 跟蔡政府 跟立法院黨團 一起把這個 五之三 這個民主防衛條款 完成立法 我們也要感謝 我們的立法委員的支持 這是台灣民主 一個很重要的前進 不過各位 正因為這樣 國民黨把這個條文 當成眼中釘 朱立倫 在2019年的時候 他說 這個叫做 卡死兩岸和平 條例 朱立倫說 只要國民黨重新執政 他一定要把這個條文廢掉 各位說 可不可以廢 如果朱立倫要廢掉 我們再回到立法院好不好 好 另外一個問題 柯文哲 黃國昌 他會罵我們 他說 太陽花不是要監督條例嗎 你監督條例到哪裡去了 政治性的協議 我們已經定得非常嚴謹了 非政治性的協議 長期而言 我們就剩下說 立法院要定一個 兩岸非政治性協議監督條例 長期而言 這個是要定沒有錯 但是 很重要一點 你今天跟中國談任何談判 他都要你先承認一個中國 都要你先承認九二共識 這個是不是政治 是 中國每一個談判都放一個政治權利 一個中國 你跟中國談任何的東西 什麼服貿貨貿 什麼文書認證 他都要你承認一個中國 那這個就是政治協議啊 政治協議就要照 剛剛講的五之三來啊 對不對 所以 黃國昌如果要說 那個非政治性協議 非政治性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定一定 那我說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要用錯 第一個 現在有沒有非政治性談判 沒有啊 中國都有政治性前提啊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要求 國民黨 民眾黨 民進黨 在立法院通過一個決議 要求中國放棄 取消 非政治性談判的前提 政治前提 取消 取消 事務性 經濟性 協議的政治前提 如果他不取消 那就沒有非政治性談判啊 那 那你還一廂情願的定什麼條例幹嘛 對不對 這第二個勝利 第三個訴求 先立法再審查 這個 柯文哲又有話說了 你們不是說先立法再審查嗎 那法在哪裡呢 先立法再審查 當初是我們去 就是跟王金平談的 王金平院長怎麼講 監督條例沒有完成立法 之前 他不召開福茂協議的朝野協商 這句話講的有技巧啦 但是簡單講就是說 福茂協議再怎麼審 只能夠留在委員會 不會進入院會 因為院會要先由院長朝野協商啦 因為張慶忠跟陳其邁的福茂審查已經鬧雙包 一定要院長主持朝野協商 所以 先立法再審查 王金平答應我們的其實就是 不立法就不會審查啦 這個當初講這個 目的不是說 草草通過一個監督條例 然後再來快快通過福茂協議 不是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太陽花運動期間 就已經有江儀化版的監督條例 那我們為什麼不接受 不是的 我們要的是 你先訂一個嚴謹的民主遊戲規則 來規定怎麼審查福茂協議 第一步 第二步 你在根據這個遊戲規則 來審查福茂協議 看福茂協議 到底是 該休 該廢 該退 該退 還是該改 但是 事與願違 你如果是貫徹這樣的理想的話 所有的監督條例版本 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是 你這個遊戲規則定了 監督條例定了以後 監督條例定了以後 那你一定要交代說 你新通過的法律 哪些要溯及既往到福茂協議的審查 但是 跟各位講 各黨的版本 沒有一個 他們都不敢講 他們都不敢講 監督條例如果過了 你前面的福茂協議怎麼審 所以金明蓮 我們堅持反福茂的立場啊 我們堅持先立法再審查啊 我們當然要問你啊 你這個版本 你這個監督條例過了福茂怎麼審 所以2016年 新的一屆的國會 那個時候我們就提了修正動議 要有過度條款 2019年 國民黨要通過福茂協議的時候 我們趕快再開一個記者會 再提出 過度條款 然後 我們發一個很嚴厲的聲明 金明蓮禁告各黨立委 監督條例不可放水福茂協議 我這個禁告的對象就是包括黃國長 黃國長在立法院的時候 時代力量的版本 沒有把我們的過度條款放進去 是到了秋顯智跟王婉鈺 進到立法院以後 時代力量的版本 才把金明蓮的過度條款放進去 太離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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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各位 應該是2020年的時候 大概那個時候我就可以確定 我們這四個訴求 我們達成三個 各位 我們 請記得 只要你持之以恆 堅持不懈 我們的目標 總有一天 會達到的 各位 但是 太陽花運動 並不完美 我們當時 很多人來到這裡 當然是為了反服貌 當然也是為了反黑箱 但是不只是這樣 我相信很多人 對於這個國家的願景 對於社會 要怎麼樣走向更公平的台灣 讓台灣更民主 我們有更高的期待 所以 我們當時 還說 要推動公民憲政會議 要讓台灣全面憲改 但是 這個主張 我們並沒有完成 在這個聲明裡面 我有詳細交代這個主張 以及目前 沒有完成的部分 但是 我把這個工作 交給 我們今天 所有的獎者 最年輕的 台學聯的理事長 翁新柔 來做說明 然後交給 台灣公民政縣 年輕的 職位 陳芳瑜老師 來做說明 各位 這條民主路 讓我們一起走 好不好 好 謝謝 非常感謝 賴通常律師 我們現在來 請翁新柔會長 陳芳老師 來上台 大家好 我是台灣學生聯合法的理事長 安欽如 十年前 我只有九歲 今天 很幸福 可以為大家 尊重第四分的訴求 太陽花運動 並不完美 我們沒有達成 第四個訴求 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十年前所揭示的 國家代議政治失靈 憲政階級的危機 至今有存 十年前所期待的 本於草根民主精神 就憲政體制 兩岸關係 選舉與政黨制度 基本人權與社會正義 經濟政策與世代正義 等課題 由下而上 從草根論壇 到全國性的公民憲政會議 以推動憲政改革 410退場後 雖然有公民憲政推動聯盟 持續的投入 蔡英文總統也曾簽署 全面憲改承諾書 但新憲運動 終究未成功 今天請讓我們記得 十年前的理想 並未達成 請讓我們記得 台灣至今 沒有真正由人民意志 產生的新憲法 眾多法律規範 依然不切實際的定位 對岸中國為大陸地區 我們的民主欠缺一個小市民 可以普遍參與 可以兼顧國家團結 對外與內部制衡監督的政黨體系 與選舉制度 我們的法律規範中 基本人權 社會權保障 依然不足 整體經濟成長的果實 壽新階段 依然未能獲得合理的分配 青年依舊處於低薪高房價 育兒公共支持不足的困境 原住民族在社會的處境中 仍然嚴峻 歷史的傷痕尚未被撫平 土地獨立與自治的期待 仍然未被落實 種族歧視仍不實的浮現 大選前 14位太陽化運動的參與者 及發起人 曾舉行記者會 共同呼籲民進黨與公民團體 及本土小黨選後重啟合作對話 健全政黨體系之路 並就經濟民主聯合智庫 與台灣公民陣線所沿逆的 2024公民政綱進行對話 今天面對大選後的新政治情勢 我們仍然要延續當年公民憲政的倡議 在此宣布啟動 政黨公民政綱對話 面對依然不健全的代議政治 政黨體系與憲政規範 我們要求 國會三黨與新政府 英語公民團體 進行全面政綱對話 作為制度缺憾的彌補 政綱對話形式 應該要包含 黨團拜會 公聽會 聽政會 草根論壇與公民會議等 政綱對話議題 包括三黨與新政府 所要推動的重要法案 重大政策 包括2024公民政綱 以及其他公民團體的倡議 讓我們續行當年未盡的公民憲政之路 感謝 大家好 十年前呢 大家要跟自己的爸爸媽媽 男朋友女朋友 自己的伴侶解釋說 為什麼大家要到這裡來 那今天十年過後呢 我們聽到這個太陽花同學會 最常問的一件事情就是 十年前你幾歲 然後 像我們現在要跟自己的小朋友 去解釋說 為什麼我今天要到這裡來 我們常常都說 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但是首先我們要知道 該怎麼救 我們到底想要怎麼樣的國家 那麼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國家 面對怎麼樣的威脅 然後有哪些地方 是需要我們一起投入的 那我們公民團體 就是要扮演這樣的角色 在2019年的時候 也就是太陽花運動 五週年的時候 有一群學者 學運的參加者 還有公民團體 的那個成員們 一起成立了台灣公民陣線 那今天剛好也是五週年 就是我們也可以來檢驗一下 過去我們做了些什麼 當時成立台灣公民陣線的 這個目的 就是要 匯集公民的運動的力量 來提出公民政綱 進行社會的對話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台灣 所需要的 國家所需要的一個變革的工程 因為大家想想看 我們的國家到底缺少什麼 大家有機會去發聲嗎 有機會去影響政治嗎 所以我們需要 一起大家集結這樣的力量 我們有共同的信念 第一確保台灣主權獨立 第二持續生根台灣民主 第三永續台灣美麗家園 在這樣的信念底下 我們去討論2020年版本的公民政綱 並且跟當時的候選人去做對話 我們一群人相信 要用進步的價值 打造自由平等 團結永續的台灣共同體 那五年前的時候 我們採取的 具體的行動 就包括推出公民政綱 以及去跟社會大眾做對話 以及跟政黨做對話 還有包括 座談會出版等等方式 這些行動從來不是容易的 可能有的時候也稍微 沒有這麼的刺激 稍微的這個枯燥無聊了一點 但是大家想想看 五年前發生什麼事情 五年前的這個地方選舉 2018年的地方選舉 其實給我們一個反思的機會 當時我們看到 人民其實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當時的執政黨其實也不太知道 該怎麼樣跟人民做溝通 所以在很多人 就用這個所謂發大財的這個想像 作為情緒的出口 但是五年之後這樣的情形 是越來越嚴重的 我們看到柯文哲 我們看到黃國昌 我們看到黃國昌甚至講說 召開公聽會是浪費時間 各位你能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真的是太離譜了 我們非常需要大家一起投入 討論我們到底需要怎麼樣的國家 因此我們在2024年的時候 也推出了2024年版本的公民政綱 在這公民政綱底下 總共分成了七個部分 包括經濟民主 第一就是反服貌 然後我們想要提出的是 扶植在地的小民的經濟 第二是社會團結的註冊的政策 包括住宅政策 公托老人與育兒津貼 以及職業教育等等 第三我們想要強調的是 國安體制跟經濟安全 我們要加強投審規範 把這個中國投資台灣的這些 漏洞一一的補上 第四我們想要加強的是 全民自主國防 包括要推動全民國防 後備動員的總檢討 還有要提升國防裝備的能量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 國防的自身的實力 再來我們想要推動的是 民主防衛 簡稱防阿共三法 這是包括了我們的政治獻金 必須要透明化 刑法裡面的外患罪 必須要明確化 這樣才能夠避免輕重 那些這個共諜 再來我們強調的是 要強化公務員國家忠誠意 包括我們想要禁止 扶公職者擁有中共的這個國籍 然後我們要修正公務員的這個誓詞 讓這個誓詞這個宣誓效忠國家的部分 能夠跟上我們現在的需要 再來我們想要加強的是 國安相關人員和中國往來的規定 那麼在第七項的這個公民政綱 我們推動的是強化公民審議 要修改公投法 地方議會的選制改革 以及要確保縣市平權 不應該有這個貧富 在這個城鄉差距的這個部分 再來我們想要推動的是 大學法的高教改革 這些改革這些內容 都是經過長期不斷的討論而來的 這個過程可能是非常的無聊 但是它是集結了眾人之力 許多的學者 許多的公民團體 那我們在這邊也邀請大家 能夠有機會的話 也一起來讀這些政綱 以及一起加入政綱的這個討論 最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台灣公民陣線 想要推動的是政綱對話 也就是說我們要跟政黨對話 促進政黨跟政黨之間的對話 促進政黨跟公民團體之間的對話 以及我們要防止現在國會當中 多數的這些政黨呢 隨便亂來 隨便亂推出一些我們不想要的法案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台灣公民陣線需要大家持續的投入 這些日常的這個行動 就是我們台灣人必須要持續努力的方向 一起打造一個美好的平權的環保的永續的國家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方雲還有欽柔 更加有力的說明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那當然 那當然 賴律師 還有兩位的發言 讓我想到說 福茂當時的始作俑者馬英九 馬英九 最近講了什麼話 馬英九沒有說太離譜了 好 但是我們會講一下太離譜了好不好 大聲喊出來好不好 一起喊好不好 太離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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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沒有說太離譜 馬英九說什麼 我是見證人 我顏則不說話對不對 擔心在場各位 我們都是太陽花生理的見證者 你說對不對 對 對 我們都是台灣人民大聲理的見證者 你說對不對 對 這就是我們怕你站在這裡 我們勇敢 我們有信心 改變台灣 你說對不對 對 說回來 剛剛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政綱的說明 我們現在要把政黨公民 這個政黨公民政綱對話的氣球 送進立法院 我們要請現場的朋友一起幫忙 那也請攝影大哥 球等一下 還沒有 球等一下 好那個攝影大哥的那個機器 麻煩轉個向 攝影大哥機器麻煩轉個向 OK好 好 今天把球往前 對我們等一下 對我們等一下要把這顆球 往左 拿到右邊 送到立法院裡面 請他控制 請他 不能球 不能貨幣啊 我們那個民主嘛 就是浪向很多人 最後請往立法院那邊走 請往立法院 拿那個需要大家幫忙 風有點大 要往康圓那個方向 來 我們繼續韓國 好不好 政黨公民 政黨公民 政黨對話 政黨對話 政黨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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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對話 政策對話 政黨對話 政黨對話 政黨公民 政黨對話 政洞對話 政黨公民 政黨對話 政黨公民 政黨對話 政綱對話 這樣子推不進行也不是辦法 幫忙一下 意圖做氣 政黨公民 政綱對話 政綱對話 那個民主的歷程就是會有 一點曲折漫長 需要大家的力量 公民的力量不死 公民的力量是偉大的 不要再推出來了 不然我們今天晚會比較晚結束 你們也是會比較晚下班 對阿 進去就好了 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來 我們大聲發出 我們今天你的聲音 我們再跟大家一起喊一次口號 反對重啟 不罵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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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中國 政經脅迫 政黨公民 政鋼對話 政黨公民 政鋼對話 都差了一點點 差了一點點 我們讓政黨公民 政鋼對話去講喔 送進密法院 那個現在 1 2 3 好啦 我們的球已經 太小風了 人沒有放棄 你又抓不抓 我們還是繼續努力 對 對 來 再這樣拿進 讓球進去 政黨公民 政黨公民 政鋼對話 政鋼對話 好 然後我們那個 不要緊 底下有協商是不是 好 我們底下在協商的感覺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繼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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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讓那個名義醞釀一下 讓他 萬一起來 明明轉生命 讓明明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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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球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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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出現 尷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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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參議 看起來我們的那個大球是有被收下來 將是收下名義的意思 好 好 那我們來繼續今天的晚會 好 那那個接下來呢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也有說 當年的太陽花 跟我們現在持續在關心的意思說 拒絕中國經貿的滲透跟脅迫 那其實台灣除了對抗中國以外 台灣自己怎麼樣自俗 我們要怎麼樣在世界之中看待台灣 那其實太陽花運動2014年的時候呢 捲起了很大的旋風 那這件事情也不只是對台灣本身有意義而已 2014年的時候 香港發生了雨傘運動 那遠在烏克蘭呢 其實他們也有一場尊嚴革命 是跟俄羅斯的衝突有相當大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呢有邀請到烏克蘭的朋友 來為我們發言分享 我們歡迎Mari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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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ả大家 出席Por祖母 必须多了 今天我們在這裡 因為這個10年代 Sumflower movement開始 在台灣 但這個年來 增長一年 我們在10年代的 使用戰略 10年代 撲擊 一堆的 首先我要感謝活動主辦方的邀請 還有現場所有朋友來到這裡 今天我們在這裡紀念太陽化運動10周年 那同時不到一個月以前 烏克蘭人也在紀念戰爭開打10周年 那當年2014年在烏克蘭發生的這場運動 又稱為尊嚴革命 那10周年的紀念 烏克蘭人是要紀念運動期間 警方在基辅市中心 對和平示威者的涉及鎮壓 在那時 烏克蘭人在抗議對俄羅斯和我們國家的關係 和我們國家的政治競爭 我更加學習台灣 我更加跟我們國家的關係 我們非常認識的影響和威嚴革命 所以我們的民族 去打敗對影響 在同時 甚至沒有認識別人的關係 Maria的意思是說當她自己越認識台灣 她看到烏克蘭跟台灣兩個國家之間 她看到越來越多相似的地方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都有一個實行威權的鄰居 一個鄰國 這個鄰國帶來的威脅跟影響 所以其實台灣跟烏克蘭兩邊的人民 在2014年幾乎是在同時間起來對抗這個影響的 所以在烏克蘭跟台灣的 抗爭運動中我們用同樣的方式對自己 國內還有對威權的鄰居 對這個世界表達聲音 我們想要說 我們不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跟掌控 我們渴望民主 我們不想要為任何殘忍嗜血的政權服務 我們來看看 我們可以接受聲音 我為了我 我是來自我 我然後做大民族的 壓力 我記得 說tv 幸好 抵抗俄羅斯政府和這個政府 使用和幫助俄羅斯 進入我們的生活中 經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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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瑪莉亞她記得呢 戰爭前的那些時候 因為當時的那場革命會針對 烏克蘭的政府有所訴求 是因為當時烏克蘭政府是親俄羅斯的 那這個親俄羅斯的烏克蘭政府呢 允許跟幫忙俄羅斯 幫忙俄羅斯滲透生活的每個層面 就是說當時烏克蘭政府 讓俄羅斯呢 在資訊 經濟跟政治方面 滲入烏克蘭人的生活 那時候 我害怕 我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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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真正的 基本上的 天啊 沒有任何 精密的保留 我們 但是 近一點 所有的 瘋子 從事後 我們 去歐巴 冥土 所以 我和家族 遇了 塵 那Maria說對她來說很可怕 在尊嚴革命發生以前 就有點像是安安靜靜的被佔領了 那不是說俄羅斯在物理上 或者是實際眼睛可以看見的情況下 佔領了烏克蘭的什麼國土 而是烏克蘭人的生活各方面都屈服在俄羅斯之下 那也有一些不受傷害的情況 就是Maria的家人呢 其實承受了很多威脅跟問題 因為他們是支持烏克蘭的 而且他們想要在這個衝突之中比較誠實的活著 然後我記得我的城市在2014年 當時戰鬥開始 當時我們看到了俄羅斯的真正面子 也看到了真正的意見 他們以偽造的故事 跟虛假的歷史的傳統 和和傳統跟跟對方合作的故事 但他們的真正的目標 是去消失我們的國家 接下來Maria她記得 2014年她生活的城市被佔領了 那同時呢 人們也看到俄羅斯的真面目 那才清楚了俄羅斯的意圖 那俄羅斯人其實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他們透過編造錯誤的歷史 還有關於人民之間如何友好的政治宣傳 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但他們真正的目的是摧毀烏克蘭的國家 然後他們俄羅斯人呢 享受欺壓人民跟折磨人們的行為 只因為他們愛自己的國家 後來我沒有恐懼的射撃或爆炸 我很害怕的營業 當你的法律和自由都會脫離你 當你的健康和生活都會脫離你 沒有理由 只因為你的國家 只因為你愛你的國家 那瑪莉亞是說 烏克蘭人在受到俄羅斯人折磨的時候 有時候是沒有原因的 只是因為他們身為烏克蘭人 那瑪莉亞說在那之後 他自己不再害怕戰爭的炮擊或爆炸 真正讓他感到害怕的是被佔領這件事情 他害怕當自由跟權力從你身邊被奪走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什麼呢 是你的健康甚至生命 會因為沒有任何理由 莫名其妙突然就會被剝奪了 那烏克蘭人的這種被欺壓 有時候只是因為你愛你的國家 或是你是你那個國家的一份子 你就遭到這種剝奪了 然後我支持台灣的心 然後我支持台灣的心 在台灣的國際上 甚至是天花花花 是一個在台灣的動作的動作 這是一個在英國的指標 是一個希望 在天花花花 無論如何發生 市長大家英文真好 因為這樣的生命經驗 所以Maria她全心全意支持台灣 根據民主而活的權力 並且持續捍衛這樣的權力 是台灣跟烏克蘭共有的要素 對抗不同政權的這種掙扎 其實在烏克蘭跟台灣的歷史 都有這種進程 甚至太陽花 就是這場太陽花運動的太陽花 2014台灣這場運動的象徵 也是烏克蘭2014年尊嚴革命的象徵之一 太陽花象徵希望 象徵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人民都想要接觸到太陽 看見光明 台灣和烏克蘭 我們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但是現在我們更近 比我們更近 我們現在 從第一天 的措施 措施 台灣人 已經表現了 強烈的支持 在烏克蘭 台灣 已經幫助我們 這段時間 多於兩年 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 很難的 我們 看 我們 多麼 努力 我們還要 工作 只要收集 這些 基本的項目 像 安全 自由 但是 我們 我們 沒有權 停 因為 未來 未來 我們 我們 認識 我們的 語言 和 自由 台灣 跟烏克蘭 坐落在世界相當不一樣 地方的兩端 但是其實台灣跟烏克蘭的距離 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近 我們彼此 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靠近 那自從俄羅斯 全面侵入烏克蘭的第一天起 台灣人就一直對烏克蘭人傳遞支持 並且在這場衝突中 持續的幫助我們 Maria的我們 身為一個烏克蘭人呢 Maria想要謝謝大家 但她看到說 烏克蘭人跟台灣人 仍然要這麼努力 這麼用力 才能去得到 我們在當今世界基礎的需求 基礎的願望 自由 跟安全 這件事情 讓她很難過 但她認為呢 我們沒有權力停下來 因為我們國家的現在和未來 我們的認同跟我們的語言 只有靠我們自己去守護 deviation Ivory 美味 � essayer 我們終於發 seminar 我會尷尬 一個大英國的寫作者 他花了他的生命 在戰爭的英國的寫作者 Taras Shevchenko 繼續戰爭 你一定會贏 神幫你幫助 為你與富豪和自由 和你合作 而正是在你的旁邊 OK 所以 在最後呢 Maria想用一個 烏克蘭偉大的作家的話來結束 他的名字叫做 塔拉斯謝弗琴科 中文翻譯代表 那這一位作家呢 他用一生的時間 在爭取烏克蘭的主力 那這些話是什麼 是持續的戰鬥 你們絕對會勝利 上天會幫助你們戰鬥 名譽跟自由與你同行 全力站在人民的這一邊 And this war's an instruction not only for ukrainians but also for people who strive for freedom And I wanna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I wanna remind you all that truth and democracy will prevail Thank you 好 所以最後的這些話呢 不只是那位作家 對烏克蘭人的指引 更是對所有為自由和奮鬥的人而說 那真理跟民主 會最後會戰勝的 謝謝大家 那我們用最後的掌聲 為烏克蘭人加油好不好 快呼 我來烏克蘭 大家我加油 你好不好 加油 烏克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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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 加油 烏克蘭 那是俄羅斯的侵略對不對 對 台灣 我們無時無刻要面對中國的震驚的這樣的一個侵略的威脅 有宗教領袖說烏克蘭要有幾排級的勇氣 需要這條勇氣嗎 不需要 一樣 我們台灣人也不用這種勇氣 我們台灣人 要把烏克蘭的人 繼續混沌下去的勇氣的勇氣對不對 對 我看台灣加油的那樣好不好 好 台灣 加油 台灣 加油 台灣 加油 謝謝 接下來我們來邀請 我們重量級的一位講者 好 那但是 那個老師上台以前呢 因為 剛剛有提到說 烏克蘭發生事情的2014年 其實香港也有發生的雨傘革命 那我們今天本來有一位香港的朋友 Candy 但是他身體不舒服沒辦法來現場 然後 我們有連會替我們簡單 昨天是我們中研院排斥所 不研究也 吳瑞仁老師要演講 但是我知道 大家跟吳老師一定絕對會鐵掉香港 對不對 香港 離我們很近 我們用 香港的口號 來支持現在還在奮鬥的香港人 你說好不好 好 功福香港 期待革命 OK 功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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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革命 功福香港 期待革命 在太陽化的時候 讓我去顧問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他們也有 只給香港 只給高 好不好 我們雖然不一定會講廣東話 但是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口號 來支持香港人 繼續的為自由奔鬥 繼續的為民主奔鬥 你說好不好 好 只給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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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爭取的只是為了要普選 只是為了要普選 請大家持續關注香港 尤其是 尤其是最近香港又要重啟 他們基本法23條的修法 這部分請大家持續的關注 接下來用最勝利的掌聲 來歡迎 吳瑞仁老師 大家好嗎 會肝嗎 會肝嗎 大家在前 好 大家好 我是眾議院台所的吳瑞仁 那十年前 太陽花運動的期間 我是運動的一個基層志工 我經常奉命在沒有人要接的 深夜場做群眾演講 大家早說十年 都沒有問題 我也是國際組成員 太陽花國際組成員這邊有沒有人來啊 這裡有沒有太陽花國際組成員 我是太陽花國際組成員 我負責接受外媒的訪問 我參加過半島電視台 Al Jazeera 舉辦的座談 和馬英九買辦政權的官員 辯論自由貿易的利弊得失 我的對手當中 還包含一個 後來投奔綠營的自由貿易論者 大家知道的是什麼嗎 當然外交部次長 後來跑去歐洲那個 同時也接待來訪問的國際學者 帶他們進到議場裡面 去參觀國會被佔領的世界奇觀 偶爾我也在立法院內客串用英日語 來轉播運動實況 向世界放送台灣 對我而言 太陽花從來就不是幾個媒體創造的明星 咆哮的戰神 和密室政客的私有財產 太陽花不是少數人的私有財產 太陽花是數以萬計 無名自發參與者 共同創造的公民運動 能夠和這些是與不是的眾多公民戰友們 為了保衛台灣在佔領區一起奮戰了24天 這是我畢生的光榮 在這裡我向所有曾經一起奮戰的 這些太陽花在台灣的公民 我向他們致敬 太陽花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太陽花 感謝主辦單位邀請讓我這個基層志工 有機會在太陽花十週年的時候 在這裡分享一點自己的感想 那以下我就開始分享 我準備了一個稿子 因為要控制時間 希望大家諒解 今天不太激情演出 但在這個反制的年代 我希望大家能夠聽一點 比較冷靜的思想 好 好 好 沒有問題 好 不要說太長 不要聽要快轉 我今天站在這裡沒辦法快轉 你就把我站到哪裡 好嗎 好 今天我們在這裡紀念太陽花十週年的目的 不是在慶功 也不是在平調 更不是在應景 我們的紀念的目的 在檢討 在盤點 在出發 我們要弄清楚 我們是從哪裡走過來 現在在什麼地方 接下來要怎麼走 台灣是怒海中的一夜偏週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方向感 只有歷史能夠指引我們的方向 讓我們平安度過驚濤駭浪 好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2014年的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是沒有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經過了太陽花運動 我們又達成了什麼目標 最後那場運動 留下了什麼未完成的課題 2005年 台南紀比 好文龍總裁 從他投降那一刻開始 經過2008年 陳雲林 黑船來航 強迫台灣開關 2014年 國共合謀 福茂協定 是21世紀初 中國利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 對台灣進行的第一波地緣政治侵略 所謂以商為政 已經觸統 這個侵略 十年來最關鍵最危險的時刻 一槍 台灣下去 收集到中國 現在中國之前 我們就在對他們做臨死 幾年內 中國就會兵不血刃的 吃掉台灣 不過 從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 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 看似毫無警覺的台灣社會 卻持續奮起抵抗 中國經濟侵略 到了2014的太陽花運動 終於暫時擋下了立即的危機 政治上 這場運動 使台灣 暫時擺脫了中國糾纏 促成了本土政權的再起 台灣主權國家體制 是進一步獲得鞏固 也打開了第三勢力 也就是原本我們心目中 期待的 寄予如此崇高期待的 進步本土勢力的 興起與空間 不過太陽花不是孤立的個案 而是當代全球史的一環 2013年11月到2014年的2月 烏克蘭爆發反抗俄羅斯 經濟殖民的廣場革命 或者稱尊嚴革命 Euromaidan 推翻親俄政權 但俄羅斯隨即入侵 兼併克里米亞 烏克蘭十年艱苦抗戰 就此揭幕 各位他們已經打了十年了 一個月後 台灣就爆發了太陽花運動 2014年9月26日 太陽花結束後五個月 香港爆發了雨傘革命 反抗中國的新殖民主義 追求命運自決 整整持續了81天 從西而東 資本全球化誘發的 兩大帝國的擴張 也接二連三的 引發了各地青年的抵抗 這些青年相互呼應 彼此聯繫 因為有了太陽花 台灣不僅沒有被鎖進中國 反而轉身面對廣闊的世界 打破了孤立 重返了世界 各位台灣已經重返世界了 我們已經回到世界 打破孤立 回到世界 我們絕對不願意再被鎖進中國 被全世界孤立 從全球史的角度觀之 太陽花運動 產生了重大的國際政治效應 也就是藉由向中國say no 台灣的太陽花中斷了 甚至逆轉了中國 中國藉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向周邊地區擴張的帝國主義進程 各位 中國近年來在對外的擴張 沒什麼好講 就是帝國主義 而被我們中斷了 從而根本改變了我們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格局 接下來仔細聽喔 太陽花是當代中國 新帝國主義 所遭遇到的第一個挫折啦 中國大國主義才在台灣 看著去忙啊 我們台灣太陽花 向中國say no 就是此後全球脫鉤中國的 第一個骨牌 這樣知道意思嗎 有 這樣台灣人有用嗎 有 有 不過 太陽花也留下了未完成的課題 中國侵略攻勢未完 本土協力者依然健在 太陽花後的台灣 雖然獲得短暫喘息空間 但馬上又面臨了國共聯手的第二波攻勢 這個中國或者國共聯手的第二波攻勢 剛好發生在2016到2020之間 在這一波攻勢當中 中國收買對象改變了 從原來的大資本家集團 改為所謂三中一清 他們要收買中南部 收買中小企業 收買中下階層 他們還要收買台灣的年輕人 然後本土協力者呢 他們重整旗鼓 用新的型態現身 這就是2018年年底出現的所謂寒流 什麼叫寒流 寒流就是統派經濟民主主義運動 這個時候 我們來公告 這個時候 台灣的公民社會 本土公民社會 歷經的連連征戰 已經動員疲乏 而蔡英文新政權面對第二波侵略 毫無準備 但是天佑台灣 三個外部因素 協助我們度過了更兇險的難關 第一 2019年初 習近平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幫助我們瓦解了國民黨 曖昧機會主義的九二共識路線 第二 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反送中 的徹底摧毀台灣人對一國兩制的任何殘餘幻想 第三點 最重要的 從2018年開始 美中貿易戰開打以後幾年之內 中國經濟急速崩壞 逐漸喪失了經濟侵略的力量 也瓦解了台灣經濟統派的物質基礎 真的是天佑台灣 我跟你說 蔡英文有夠好名的 整體而言 太陽化運動並沒有徹底阻絕中國侵略 但它確實守住了最關鍵的意義 太陽化的實質效應 等於是一次在台灣舉行的拒絕兼併 宣示主權的公民投票和民主自決 守住的這一關 台灣才能夠配合日後國際局勢的逆轉 尤其是武漢肺炎災難後 全球脫鉤圍堵中國的新趨勢 順利加入全球民主和高科技聯盟 重返世界 這就是所謂天助自助者 大家都歪歪了 我們自己打拼 我們自己救自己 太陽化就是台灣自助最關鍵的意義 我們救了自己以後 世界的協助就來了 現在我們面對什麼 武漢肺炎和烏克蘭戰爭爆發以後 民主跟獨裁對峙的全球新冷戰 已經形成 如今中國 外有全球圍堵 內部形成一人獨裁 國進民退 粉紅肆虐 經濟全面崩壞 已經無力進行經濟侵略了 我們可以說 從野草莓到太陽花 我們面臨的主要課題 也就是中國的經濟侵略 已經告一段落 但是 即使經過了十年奮戰 擋住了兩輪的攻勢 依然還有未完成的課題 一個在外部 一個在內部 外部的課題 當然就是中國 永無止盡的侵略威脅 國際孤立 經濟危機 和社會矛盾 反而強化了中國獨裁者 用對外侵略 來轉移國內危機的誘因 而侵略的首要目標 當然就是我們台灣 不過因為現在沒有錢買台灣了 所以他們現在用武力恐嚇台灣 用所謂瑞實力 sharp power 擾亂滲透台灣 這種武力加瑞實力的 複合攻擊形式 而且加大了力道 中國共產黨 他們現在除了暴力恐嚇之外 利用網路造謠聲勢 滲透分化詐欺 無所不用其極 其所作所為 有如一個黑幫集團 這是人類有史以來 最卑鄙骯髒的侵略形態 我再說一次 因為優秀以來 中國現在對台灣的信領 像垃圾的一種 在這裡 你還沒有感覺嗎? 還有人還在抖音 還在柯木山 還在中國好好玩 好自由嗎? 你贏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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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要說 我很想要跟自己造成 臭幾枚 抱歉 不過我愛他們講 他們外人還要辦 各位勇敢 但辦完之後 我們來握腳 我們來臭幾枚 好不好? 好 我們內部的課題是什麼 那當然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內部的課題 當然就是台灣的 親中協力者 也就是中國國民黨 百足之蟲 死而不僵 原本已經奄奄一息的 這個外來統治者集團 透過和什麼呢? 只會魚肉香裡 唯利是圖 毫無國家忠誠的 台灣地方派系的勾結 我再講一遍喔 台灣的電派 有什麼咖啡 魚肉香裡 唯利是圖 毫無國家忠誠的集團 台灣啦 告訴你 這個人會出賣台灣 台灣人會出賣台灣 對這種人 我跟你說 你不可以說台灣人都好人 你們今天在這裡 你們是特別的台灣人 你們是例外的台灣人 沒有台灣人 電派的那種本層 那就是普通的台灣人 你知道嗎? 沒有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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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像一個人 的台灣人 告訴你 我們還有這裡 我們這裡聽說有五百人 我們五百人 對他們一千萬人 有信心嗎? 有 派贏嗎? 讚啊 讚啊 好 國民黨本來差不多好戲啊 結果跟台灣地方派系 這群唯利是圖 沒有國家忠誠的集團的勾結 竟然起死回生 各位取得的國會過半 在民主殿堂之上 幕侯而關群魔亂舞 還有呢 另外當年 得利於太陽花 而崛起的部分 第三勢力 如今墮落成 機會主義的本土民粹 這些人 其實 資質 極其 愚昧 平庸 我跟你說 這人很笨手 頭腦不好 什麼智商義務器 很笨手 很平庸 很愚昧 但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自己很棒 傲慢自大的 這群小丑政客 他們為了選票 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那個咆哮的人 他全身只有一個東西叫EGO 因為是笨嗎 還是因為又壞又笨 因此不惜背叛運動理想 這個運動理想 不是一個人的理想 是全體台灣人的共同理想 你沒有資格背叛 你也沒有資格收割 他們不惜背叛運動 跟台灣人的影響 和世界民主大事背道而馳 竟然跟國民黨勾結 要合謀重啟服貌 要引中國再一次入關 各位 親中親道的死至死無悔的國民黨 有乃就是娘的地方派系 還有機會主義毫無節操的本土民粹 三者勾結形成現階段 台灣民主防衛的最大破口 全世界都圍堵中國 最大破口在台灣內部 都去這三個集團 勾結出來的台灣內部 新的一個出賣台灣的集團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太陽花十年 目前台灣面臨的新局勢是什麼 內外壓力交迫 內外危機連動 侵略者 外部的侵略者 內部的協力者 聯手 試圖想要從內部瓦解台灣 以民主破壞民主 以自由消滅自由 這就是現在台灣要面對的問題 與此同時 各位 讓我們放眼看看世界 英勇的烏克蘭 正在陷入苦戰 鐵幕中的香港 正在被23條立法 帶進了比當年台灣戒嚴法統治 更嚴厲的萬劫不復的地獄 為了獻媚那些北京阿爺 港共政府正在加大力道屠殺 謀殺 香港最優秀的孩子們 2020年不是歲月靜好 榮麗歌舞生平的聖志 各位 這是一場從遠而近 逐漸襲來 正在摧毀一切 的風暴 台灣就在風暴之旁 但依然 還有人正在酣睡 那你說要怎麼辦 要怎麼這麼好 老實說 我是不知道 怎麼說 我只是 我不是聖地 對不對 我們不得贏罵 我們不是先知 我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凡人 和各位一樣 我們都在歷史的洪流裡面掙扎 但是歷史給我們試煉 卻也給我們啟發 給我們什麼啟發呢 太陽花 老實說已經過去了 太陽花 不可能 也不需要 不複製 但是我們也找到太陽花的前行和路線 是我們可以繼承的 那就是什麼 什麼路線呢 什麼精神呢 重新壯大台灣的公民社會 動員公民力量 向國民召喚 向政黨施壓 堵住國會破口 各位 用公民社會的力量 我們要擋住第二個 第三個 第五十二個 第五十四個 或者加上那八十廢票 我們要擋住第六十二個張慶忠 當下國會裡面所有的中國代理人 保衛我們台灣的民主獨立 用那個狂飆時代 我們最喜歡的那句話的語言來說 我們這條路線 敢人說 就是什麼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再說一次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用大家說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這是台灣 我們要構成這個公園的傳統 從以前以來 台灣人就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位置 我們必須重建運動論述 重新召喚公民 重整公民社會 讓公民社會再一次壯大 再一次成為團結台灣 保衛台灣 引領台灣的關鍵力量 各位這是一個新的運動 也必須是一個新的運動 因為新的時代條件已經出現 而今天的機會 就是這個運動的開端 這個運動的起點 這個運動的動員力 好 最後我做結論 大家要好好睡覺 我前面這幾天 我引用了一個動畫 叫做 晉級的巨人 我現在在問 今天我在引用另外一個動畫 各位有沒有看過 葬送的福利連 這樣大家要給我解釋 你就怎樣一數啊 故事裡面 魔王已經被勇者打倒 所以福利連 他要重新走過當年的步伐 去理解人的情感 據說全台灣都在看 據說這是最療癒的動畫 各位 很遺憾 今天在這裡 這不是葬送的福利連 這個場不是葬送的福利連 魔王還沒有被打倒 我們不是來這裡追憶 來這裡療癒的 我們是要來這裡幹什麼 盤點戰果 確認初心 分析局勢 然後我們要宣誓 繼續戰鬥的 魔王不倒 勇者不倒 魔王不倒 勇者不倒 台灣加油 香港加油 烏克蘭加油 願榮光歸香港 願榮光歸香港 願榮光歸台灣 願榮光歸香港 斯拉巴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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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用一句 我最尊敬的 我第一聲最尊敬的前輩 林義雄今天話來結束我今天的分享 林米紅 在黨外時代 面對在宜蘭的選舉 被國民黨作票的時候 群眾聚集在一起要抗議國民黨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現實的時候 林英雄安慰他的鄉親說 不用怕 我們在這裡被人打得更久 有些人 我們會贏 各位 不管你是台灣人 香港人 烏克蘭人 不用怕 我們在這裡被人打得更久 我們也要在這裡永遠打下去 我們會被人打得更久 有些人 我們贏 有些人 我們贏 感謝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烏克蘭人老師 剛才我們有信心 有勇氣 來面對我們的挑戰對不對 對 來台灣一定贏 你說對不對 對 這就是我們的信心 這就是我們的勇氣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邀請那個現場的工作人員 還有主辦單位 還有主辦單位的朋友們 大家一起上 瑞仁老師也一起來 我們今天的晚會 大家回去可以 好好的回味的最後一part 就是要邀請現場大家一起來唱 當年呢 那個 其實恭喜大家很多情緒的一首歌 他歌詞很簡單 要跟你的愛人說 我不可以回你去看電影 然後要跟爸爸媽媽說 不好意思 讓你歡樂 我想應該很多人就是來參與運動 可能呢 跟本來的情侶決裂了 或者是呢 你比較敢願意面對自己的性傾向 我有不少朋友都是在那之後有很大的轉變 或者是說 你曾經因為參與運動 跟你的原生家庭 跟你本來很親的朋友 家人 有了衝突 但是 或許這十年之間 你們又有了不一樣的發展 然後這些的議題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 在大家各自的生活裡面發酵 所以我想大家 這首歌應該會 勾起大家很多的情感回憶吧 那個大家不用客氣齁 因為再擠下去 大家回家睡覺時間就更晚 今天這樣晚會是 晉晉民主聯合8集 你絕對有資格站前面好不好 而且我們矮的會被擋住 我們站前面這樣 但是有很多的合辦團體 我們有三十六個合辦團體齁 那我們也請合辦團體的代表就來 後面攤會的朋友們 或者是願意上台的公民團體的朋友們 大家一起上來 好 啊那個 哈哈哈哈 他們有偶包 偶包就不用 對 大家 好 大家準備齁 沒關係 沒關係 他們不用的話 欸 羅伊 羅伊來 好 那個趕快Cue音樂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趕快Cue音樂 就不用再退 公民 那現在就 島嶼天關 那個大家都會 就一起唱喔 這個手機還有電的話 可以開一個 閃光燈套 我手機再放在哪裡 手機再放在哪裡 我手機再放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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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是你無疑感 我手機再放在哪裡 我手機再放在哪裡 跟我手機再放在哪裡 因為我是路的ی個 想 climb 환 av 懷孔火燭 歸懷孔 回忽回忽也一切一口 一切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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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唱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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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裏地上 只剩下腳登 看著花下的秋流光 一到一趟沒人算 就有多數不一定的愛 只剩下腳登 看著花下的秋流光 一到一趟沒人算 會再等你啊 別再一起吧 用咖啡來換啦 愛 カヨ 愛 カヨ 大湾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十年前曾經參與 現在沒有來現場的各位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的參與 感謝今天主辦黨委 請坐主辦黨委 用今天的時間 來帶大家 做會 收好讓台灣 你說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那個現場朋友慢慢下來 同時我們跟兩位主持人 要謝謝一下今天的所有合辦團體 那大家 最後呢 那個蓮榕牆那邊還是可以 在最後把握最後時間留言 然後現場如果有垃圾的話 請麻煩順手撿起來 然後看到幫忙帶回去 那我們今天合辦團體有 台灣經濟民主聯合 台灣公民陣線 台灣教授協會 欸 島國前進基金會 台灣勞工陣線 有人台灣勞工陣線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台灣人權促進會 公投護台灣聯盟 台灣青年民主協會 424教育基金會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陳文誠博士紀念基金會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地球公民基金會 被主此情對動聯盟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台灣學生聯合會 民間監督健保聯盟 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台灣勇社 永和社大律史小律行工作隊